第一眼见到算盘,他就爱上了 也难亏几十年后,他会成为日本第一女商人 不过此刻拨动他命运齿轮的,不是算盘 而是门外偷看他的男人 虽然满脸折子,但这就是他未来的丈夫 作为京都首屈一指的兑换商家的女儿 小阿谦以及姐姐阿初的亲事 从出生那刻就定下了 都是大阪数一数二的兑换商 所谓兑换商,类似于今天的银行 做着收储和放贷的生意 这次来的父子便是其中一家 目的也很明确,想看看未来儿媳 没真相刚好看到 阿谦因为偷玩算盘,犯了商人忌讳 被父亲打的场面 之后又是会面上的滔滔不绝 直到父亲叫停才闭嘴 果真不同以往文静的大家闺秀 但对面的未来丈夫新次郎 此刻却有意逗他 男户不开提男户 阿谦羞的跑了出去 并和姐姐抱怨这个男人太差劲了 光会接别人的丑 另一面的新次郎和父亲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出门后父亲问新次郎 这样的疯丫头你能想得住吗 新次郎笑着说应该想不住吧 这让父亲蒙在原地 不过好在新次郎是家里老二 不用继承家业 新次郎父子走后 阿谦还沉迷于算盘 求着父亲教他 可父亲告诉他 咱家女孩不用读书 不打算盘 更不做生意 小阿谦追着问为啥 父亲怒了 大声说道 女孩最重要的是三从四得 是跳舞弹琴 娶了丈夫 阿谦此刻虽然低头了 可转身碰到疼爱自己的爷爷 他又放肆起来 哪管什么三从四得 该跑跑 该跳跳 最后还爬到树上 爷爷也跟着上去 阿谦的各种问题又来了 为啥女孩这也不能干 那也不能干 为啥一出生 就注定嫁给新次郎那种男人 爷爷回答不了他所有的问题 但鼓励他 有了爷爷的鼓励 小阿谦性格不改 豪放得像个男孩子 自然总是被骂 打他两岁的姐姐阿初就不同了 乖巧听话 温柔可忍 简直就是大户人家 最希望的儿戏模样 虽然两人性格迥异 但姐妹感情却无比深厚 专业一年过去 猎枪还死 时局动荡 幕府夭夭欲坠 作为兑换商主要客户群的 武士阶层 日子也艰难起来 借钱的比还钱的多 阿谦家的生意 自然一堆坏账 筹坏了父亲忠心 这天他把阿谦阿初叫到一起 说要走一趟大阪 一直去拜访几家兑换商 聊聊生意 二日顺道去看看他们未来婆家 大阪商业发达 热闹非凡 很对阿谦的胃口 不管不顾的就跑了出去 要凑凑热闹 一不留神和一个男人撞了满怀 男人怀中的枪 不偏不倚的落到阿谦的袖兜中 倒地的两人都没意识到 枪已经溢足了 再次跑出一段距离 男人一摸胸口 才发现枪不在了 回过头看见阿谦 就大叫小偷 一堆人瞬间围了上来 阿谦嘴里说着没偷东西 但这么多人 他还是害怕地跑走了 男人追在他后面 最终把他堵在了一处绝路 搜遍全身 拿到了枪 男人不回答 转身就走 阿谦不乐意了 追到前面 要把枪夺回来 真强中 男人说道 这东西很危险 会死人的 重新拿回枪 男人略带轻视地说阿谦没见识 阿谦生气了 这他就要说道说道 自己是没见过世面 但你撞到我 还死我一个女孩的身 最后连句好话都没有 这就是吴氏的体统吗 男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阿谦也意识到 怎么能这么和吴氏说话呢 又赶紧道歉 男人给阿谦道歉 并介绍自己名为五代才主 随即就着急要走 此次两个名不见经传之人的偶遇 给他们日后各自的人生 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五代才主走后 阿谦的乱炮遭来父亲有些无奈的责怪 接着就该干正事了 去见未来婆家 这搞得阿谦都不会走了 再加上初次拜访 小心脏还是扑通扑通 怕又说错话 他提前问姐姐该如何开口 姐姐告诉他 只用说为了加野家生意兴隆 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好儿媳 加野家就是阿谦未来的婆家 此刻他未来婆婆已经远远的迎在门口 要看看未来儿媳长啥样 远远望见两个女孩 一个小步快走 端庄优雅 女人心想就是她了 但目光一转 另一个大不留心威武霸道 女人皱起眉头 心想要是这个就完了 很快两家坐到了一起 女人还不停的瞅着第一个女孩 这是对方父亲做起了介绍 左边是大女儿阿初 右边是小女儿阿浅 与贵妇新次郎少爷订婚的是阿浅 听到这话连吓人都摇头 婆婆更是表情凝重 一时间气氛冷了下来 就在这时 另一个主角新次郎姗姗来迟 一看阿浅来了 新次郎莫名兴奋 阿浅姐 阿浅姐 新次郎上前拖起阿浅的手 搞得对方尴尬异常 新次郎略表欢迎 就匆匆告辞了 父亲拦都拦不住 由于是家中老二 不用继承家业 新次郎除了脾气好 可谓是不学无术 这让阿浅对自己的未来 又多了一次迷茫 接下来 他们又去拜访了 姐姐阿浅的未来婆家 大阪最大的兑换商 山王四家 阿浅的表现 让婆家赞不绝口 只是作为阿浅 未来丈夫的物兵卫 面无表情的 在一旁抖个不停 阿浅注意到了这一点 阿浅则注意到了 踏踏米上的蚂蚁 在物兵卫母亲 掏刀不绝 自家是大阪首富时 阿浅因为抓蚂蚁 飞了出去 阿浅也慌了 站站不起来 用上阿梅和姐姐阿浅 赶紧上前服 物兵卫略显嫌弃的往后躲 阿浅以及父亲 都看到了他这个动作 接下来的会面 除了物兵卫的斗 他母亲总是强化 自夸生意兴隆 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突如其来的 一旦借贷生意 让阿浅父亲 看出了山王四家的危机 来借款的是 萨摩武士五代财柱 物兵卫尊敬由于 却找各种借口 拒绝了对方 这在阿浅父亲看来 是危险的 这次拜访 让父女三人内心 都有了新的判断 回到家 父亲振兴对妻子说 新次郎的顽固 虽然让人忧心 但物兵卫的穷人斗 才是真吓人 山王四在此乱世 只押保幕府 而得罪岛幕的各藩 属之缺乏远见 另一边的阿畜 在这一晚哭了 今天的物兵卫 让他无法将其 和一个好丈夫联系到一起 阿浅完全不知道 该如何劝慰姐姐 从小到大 都是姐姐安慰她 所以在姐姐无助的哭泣时 阿浅只能比她哭得更大声 到了第二天清晨 阿浅迷迷糊糊的醒来 姐姐的窗户 早已收拾整齐 她跑到厨房 姐姐正在帮母亲 准备早饭 笑容还如往常灿烂 阿浅想问为什么 阿浅让她别说了 但阿浅憋不住 饭后特地找了母亲 让取消自己和姐姐的婚事 这些想法 当然不被母亲支持 她也知道阿浅哭了 可在她心里 嫁人是应该 嫁给谁由父母决定 是常态 一句我就这样过来的 大家也都一样 便让人失了对对错的判断 即使阿浅 也只能浮在母亲怀里 此事过后 阿浅不再纠结嫁人的事 转而偷跑学堂上课 被父亲知道后 连打带骂 阿浅这次不想再忍 他问父亲 为什么弟弟能去读书 为什么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为什么嫁人就像 把我们当礼物一样 送给别人 从不管我们怎么想 阿浅的慷慨激昂 没有换来父亲的转变 毕竟人的思想 很难因为直言片语改变 阿浅被关了禁闭 这时新次郎来了 着实吓了阿浅一跳 解决一走 他又把自己关进壁出 新次郎在外面说道 不用担心 不想嫁的话 可以不嫁 好好考虑自己想走的路 一定会迎来新的朝阳 随后一把算盘递了进来 阿浅兴奋不已 晃一晃 啪啪啪的声音 清脆入耳 此时新太郎又开他玩笑 阿浅羞的把门关上 新太郎在外面说道 慢慢想吧 等到你长大成人 最后还决定当我媳妇的话 我们再和睦相处 这一番话下来 阿浅对嫁给新次郎 不那么讨厌了 看到算盘 母亲也觉得新次郎 或许是阿浅对的人 这时他告诉了阿浅一个秘密 最初阿浅是徐配给 山王寺家的务宾位 阿叔是徐给新次郎 但在你七岁那年 山王寺不知从哪 听说了你的调皮 就来找你爸换一换 说你是二女儿 他家是长子 不合适 你爸一口回绝 二女儿也是宝贝 听到这儿 阿浅才发现 父亲这么维护自己 到最后之所以还是被换了 是因为山王寺 又去找了嘉野家 嘉野家的老爷子政绩 当然不同意 新次郎这时进来 他同意 阿浅小时候他就见过 他喜欢阿浅 你爸这听了新次郎的话 才决定换的 毕竟找个喜欢你的 你日后才能幸福 阿浅着实没想到 父亲能这么为自己着想 不能告诉姐姐 阿浅只能祈求物宾位 是个好人 姐姐也能幸福 因为新次郎的关系 阿浅被允许学算盘 时不时 还和店里的伙计一块盘胀 他确实是那块料 又快又准 时光如梭 四年过去 阿浅和阿浅 都已是亭亭玉利的大姑娘 这四年间 新次郎的不间断来访 让阿浅对他越来越喜欢 得有点迫不及待的嫁过去了 可姐姐和阿浅 就没这么好运 当初拜访山王寺家的经历 像是噩梦 时不时就浮现在脑海 今天吴宾位母子顺路拜访 吴宾位母亲强势已救 在阿浅母亲出门备查时 她竟问出了 让阿浅羞耻的问题 原因则是 她觉得女方长得太漂亮 会有男女方面的问题 文静的阿浅 羞得口难开 婆婆非逼她现在回答 阿浅真是人到极致 可在一旁的未来丈夫吴宾位 却没有替她说一句话 只有门外偷看的妹妹 心里替她鸣不拼 等到这个未来姐夫出来 妹妹阿浅挡住对方 一边夸姐姐 一边郑重地希望吴宾位 以后能多对姐姐笑笑 吴宾位冲到她面前说道 你姐就够烦人了 没想到你更废物 听到说姐姐烦人 阿浅握紧了拳头 就在这时家里佣人过来 吴宾位嘲笑着走了 这让阿浅又气又恼 担心起姐姐的未来 等吴宾位母子走后 阿浅想把刚才的事告诉母亲 却被姐姐拦住 作为一个传统女性 她认为女人的命就是这样 可转过头 她又羡慕起未来妹夫的体贴 能时不时地给阿浅来信 姐妹通根 但各自的命真是天差地别 很快到了两人出嫁的日子 父亲做了安排 佣人阿妹陪嫁阿出 阿东陪嫁阿浅 这本是最正确的决定 因为阿妹年岁稍长 见识多 去了能帮阿出 当些恶婆婆的刁难 可当阿出看到妹妹阿浅 趴在阿妹肩上 哭着抱怨不想嫁人 不想离家时 她请求母亲 就把阿妹派给阿浅吧 阿浅还小 总要有个大人在身边 母亲竟然很快地同意了 殊不知说出这话的阿出 也只比阿浅大两岁 她真是太懂事了 但往往最懂事的那个孩子 咽下的苦最多 会哭会闹的 却总有糖吃 临走的前一天 阿出还在教育 不愿让她嫁给 无病卫的阿浅 别给爸妈添麻烦了 我只有这条爸妈给选的路 所以我会好好走下去 前方刀山火海 阿出温柔以赴 她知道未来是什么 可被困在时代的糟粕中 不是所有女性 都能拳打脚踢的破壳而出 阿出想用另一种更悲壮 更具女性品质的坚韧 将糟粕化为成长的养分 姐妹俩最后一起谈了一曲 西洋邪照 最是离别时候 两人手牵着手 互相卸着这十多年的陪伴 也对无论何时 都要互相帮助 无论何时 都要守护好各自的家庭 第二天如期而至 没想到阿浅的未来 富家竟然登门了 亲事要推一推 因为新次郎的大哥 突然病逝 一直盼着嫁出去的阿浅 对此事很理解 他鼓励有些丧气的新次郎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一定好好活着 把你大哥的那份也算上 我会等着你的 新次郎微笑回应 接着阿浅一人沉船去了大阪 父母要第二天才去 阿浅在岸上追了一程 大喊着姐姐 直到码头再也追不下去 阿浅眼中渗出泪水 默默地将头转了过去 拿出母亲缝的护身符 半年后 阿浅也出嫁了 母亲也给了她一个护身符 和阿浅的一样 想到这点 阿浅就温暖地笑了 带他们郑重地来到家也家时 新郎新次郎却不知去向 原来他迷恋他三味贤 忘了今天结婚的日子 正和三味贤老是眉来眼去呢 直到过了时辰 下人才找到他 全家人等着心急 婚礼上 家也家的老爷子宣布 虽然新次郎已经分家了 但从今天起 他就是容三郎的监护人 要参与店里的生意 这个决定对新次郎影响不大 但对阿浅影响巨大 最终真正参与家也家生意的是他 婚礼之后的入洞房 本想做点夫妻指示 没想到阿浅由于紧张 竟然一把将新次郎撂了出去 这一晚新次郎再没回来 之后很多日子都没再和阿浅同房 另一边的姐姐阿浅 似乎受到了婆家的重视 竟然让和福店送来各种料子 任由阿浅选 公公说这是物品位的安排 阿浅欣喜不已 选料子的时候 有意抛出些疑问 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真求意见 半年多的相处 无名为冷峻的心 被阿浅的温柔融化 着动大话给了意见 阿浅在逆境中 暂时走出了自己的路 不过更大的磨难还在等着他 阿浅就不一样了 丈夫只会玩 婆婆又温柔 连训人都细声细语 她在家里真正想干啥就干啥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 也着实没啥意思 日日独守空房的阿浅 想见起了姐姐 于是一个早晨 她不打招呼的 就跑去了山王四家找姐姐 刚好碰到他们夫妇要去看戏 虽然觉得吴宾卫还是不理人 但姐姐却说 其实她是心里高兴 再加上姐姐也喜笑颜开 阿浅暂时放心了 与此同时 她也决定做个和姐姐一样的好儿媳 回到家 就让公公给她在店里找个活 公公拒绝她 店里可是不招女人的 婆婆这时又把她拉走 告诉她 好儿媳不用做生意 最重要的是拴住男人的心 这真是为难阿浅了 新次郎只把她当成小孩 无聊的阿浅 又跑到街上凑热闹 在这里 她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男人 五代财主 两人都认出了对方 五代财主从国外回来 一副新兴七年的模样 和阿浅聊的 也这什么世道要变了之类的话 阿浅记住了这话 回到家屋所适事的她 开始给铺子里的大小伙计缝衣服 交换条件 则是让对方告诉自己生意上的事 她像学生一样做笔记 这时她又收到母亲寄来的点心 还附赠一封信 信上说道 时事将变 你父亲要追随新的潮流 阿浅觉得世道真的要变了 想和新次郎聊聊 新次郎就着急忙慌的出门 阿浅跟了出去 终于发现丈夫夜不归宿的秘密 这肯定有事儿呀 阿浅推门而入 和她想的不一样 丈夫新次郎在给人表演三位贤 作为大阪数一数二的富二代 新次郎不爱美色不爱钱 独独喜欢三位贤 但就是父亲最讨厌这东西 所以她一直偷偷摸摸 阿浅对此倒能理解 或许就是这份理解 让夫妻二人 有了结婚两月以来的 第一次同床共争 本想说点床头话 突然外面敲门声大作 出去一看 是人人害怕的新选组 打着郑星幕府的旗号来借钱 公共政绩下的立马要去取 阿浅就冲出来问 幕府出什么事了 还需要郑星 借的钱能还得上吗 买卖可是要讲信用的 还没人敢跟新选组这样说话 一个无事要动刀 公公让阿浅快道歉 虽然嘴上强势 阿浅其实已经吓坏了 不过新选组倒觉得有意思了 一个女人替一堆男人出头 不得了 领头的说道 如果我活着 钱就一定会还 听到这话 阿浅瘫在地上 刚才真是用了权力在撑 今此一事 新次郎对阿浅刮目相看 觉得他不是小孩了 这一弯 两人有了夫妻之识 第二天 阿浅向新次郎请求 自己想看家里的账本 想了解生意上的事 新次郎半退半就的同意了 连着几天 两人都关在房里 婆婆还以为自己快能抱孙子了 但其实阿浅一刻不停的在盘涨 最终算出 家来家总共借出去900万两 数额真是惊人 债主都是吴氏 领主 大明之类的五家 阿浅想看看金库还有多少钱 结果发现里面几乎空了 没有金银存的都是借条 第二天 他就去找公公 让赶紧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 要不然打仗了 就啥都没有了 公公却说他目光短浅 家一家的客户 很多都是达了十年百年的交道 上门催债 不就是不信任别人了吗 那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说的确实有道理 阿浅也觉得自己考虑不周 不过他还是认为 应该有其他解决办法 在绞尽脑汁 却一筹莫展之时 他想起了姐姐阿初 见见姐姐换个心情 说不定就有办法了 到了山王四家门口 他就听到了姐姐的琴声 阿初也听到了妹妹的叫声 正准备出去时 婆婆喊住他 借口内方的人 不能从店里过 不让他出去 他一声一鬼的说 你母亲才来过几天 你妹妹又来 对我家有意见 就直说 阿初一边解释 一边祈求 婆婆却拉着他进了金库 锁起来关金币 阿初苦苦哀求 婆婆不为所动 吴宾未敢来 也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 阿初在里面叫着他 务病被痛苦的逃走了 另一边的阿前 也被店里的伙计 随意编了个谎打发了 回到家 一连几天他还想着姐姐 终于姐姐来信了 说一切都好 阿前傻呵呵的放心了 又全身心的 投入到这生意的思考上 嘴上时刻挂着为什么 搞得大家都躲着他 可喜的是 一段时间后 阿前找到了 缓和现金短缺的办法 他在账目中 发现不少债主 都是逾期未还 有些也不是什么老主顾 他告诉公公 可以把这些人的钱要回来 重因经苦 公公表示同意 要钱的工作就交给阿前 第二天 阿前就喜滋滋的开干了 无事家的门 哪那么好近 他直接被推倒在地 这时刚好碰到 姐姐的陪家家还阿东 从阿东这得知 姐姐过得并不好 阿前撕下一块布 给姐姐写了封信 阿东回到家 就被老板娘截住 有下人告诉他了 看见阿东带了信 阿东拼命跑到后面 要把信交给阿初 结果被追的没有退路 信也掉进枯井里 阿初来到枯井边 拿出和妹妹一样的护身符 思念涌上心头 此时的阿前 也拿出护身符 不过他是给自己鼓劲 第二天 又跑去债主家 想留进去 自然不行 第三天 第四天 无论如何都要进去 闹得满城都知道 家爱家娶的不是儿媳 是第四个儿子 阿初知道这事后 觉得应该像妹妹一样 用尽全力守护夫家 他还想为山王寺做点什么 欧宾位很为难 因为是母亲当家 而母亲始终把阿初当外人 不准他插手任何事 另一边阿前的婆婆就不一样 虽然也不喜欢阿前老往外面跑 但他也就是说说 再装装心痛 阿前到完欠 又跑出去要债了 这一次 他要打持久战 坐在人家门口不走了 五十岁要连面 请他们到里面等 和一屋子散着汗臭的男人 待在一块 本以为阿前会直男而退 没想到 他结结实实睡了一晚 让新次郎坐立不安 直到听见阿前回来的消息 一家人全冲出去 阿前把钱要回来了一部分 对方实在耗不过他 这样店里的人 也对他刮目相看 只有新次郎 心疼的训了他一顿 此事过后 阿前被公共允许 正式参与店里的生意 但主要还是负责要账 有了上次的事 其他债主还钱也利缩了些 相比阿前每日的充实 阿初就显得落寞了 公共给他道歉 这个家就是这样 他从一个学徒做到管事 又被乡中成了上门女婿 看似一步登天 实则是辛苦的开始 你婆婆样样都要抓在手 生怕族上传了两百年的家业 在他这儿断了 所以多体谅体谅 正说话间 五兵未来了 这是天大的消息 德川幕府兵败 大阪也是新政府的天下 新政府向各家兑换商 借十万两 要举兵攻向幕府老朝江户 彻底改朝换代 十万两虽然数额巨大 但并不是问题关键 关键是 如果借了 就押保了新政府 可谁又能确定 德川幕府两百多年 真的会再次倒下吗 时代洪流滚滚而来 催着人做决定 正级老爷子放眼圈架 和生意搭边的人 竟然只有阿前 于是只能找阿前商量了 在大家都认为 幕府绝不会被打倒时 他却告诉公共 即使借钱 也要为反对幕府的新势力 提供军费 公共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 新世界的潮流势不可挡 幕府太成就了 必然在一轮轮的 反对浪潮中倒下 所以现在绝不能站队幕府 那只能选新政府 公共犹豫片刻 他觉得阿前说的不无道理 在阿前带领家业家走上新路时 姐姐阿出待的山王四家 也有一个有远见的人 就是丈夫武兵卫 他向父母提议追随新政府 但被母亲拒绝 德川幕府250年 其实说倒就倒 新政府也就是过家家 两家这次选了截然不同的路 这边阿前开着清点金库 要抽到新政府要的十万两 结果钱还没抽期 新政府又出新策 要发新币 以前的银票不准再流通 这就导致百姓都拿着银票 找兑换商兑去现银 兑换商做的是抽筑和放贷 都带出去了 手里拿有那么多现银 阿前出来解释 想用信用一说 安抚众人 可这时候谁还听呀 说不定哪天兑换商倒了 手里的银票就剩废纸了 于是一个个向阿前诉哭 没钱孩子生病就看不起 没钱家里的地就要卖 阿前心软了 决定兑换 大管事觉得这一对 岂不要破产 公公却表示支持 兑换商讲的是信用 幸亏阿前之前要账的功劳 家里的金库 勉强顶住了这波兑换潮 也暂时保住了信用 接着公公派阿前 去找一个外地的雇人借钱 为后面的兑换做准备 阿前匆匆的就上路了 另一面的山王四家 就没这么好过了 对时局变化的预估不足 长期满进满出的状态 导致金库没钱 只能靠关门顶住兑换潮 阿初也感觉到 家里用人越来越少 问婆婆发生什么事了 自己想出点力 婆婆依然不说实话 也不让阿初插手 还把她的陪嫁家 还阿东辞退了 这让阿初心里焦脆 突然想起妹妹那封 还没看就掉进枯井的信 他拿猪肝想够出来 结果自己也掉了下去 要走的阿东刚好看见 呼喊着救命 在井底的阿初拾起信 只有三个字 笑一笑 还有一个大头人 阿初哭笑不得 果真还是妹妹懂自己 这是紧口吴宾卫探出头 让阿初别害怕 他顺着绳子爬了下来 一把抱住阿初 哭了出来 吴宾卫早已被阿初融化 这么好的媳妇 他又怎会不爱 只是母亲的强势 让他连表达爱意都不敢 此时吴宾卫的真情流露 阿初既吃惊 又欣喜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更坚定要守护丈夫 以及丈夫的家 刚下完这个决定 婆婆就给他们夫妻下命令了 让他们去京都的娘家借钱 他知道 亲家这次押堆饱了 现在是新政府的御用商人 那个年代 女儿嫁出去就是婆家的人 按理说 是不合适回去借钱的 不但丢婆家的人 也让娘家为难 但没办法 婆婆已经厚脸皮发话了 阿初和吴宾卫 只能硬着头皮回去 到了家门口 阿初看出丈夫的为难 阿初体贴地让人心疼 吴宾卫一把拉住他 当然不会让他一个人去 两人败在岳父面前 岳父毫不客气地说道 对商人来说 远见和奸人缺一不可 按你们现在的情况 我就算借给你们 你们也还不上吧 他拒绝借钱 妻子劝 他也不为所动 阿初叫着母亲说道 这次回来本就不对 我也希望你们能拒绝 阿初真是处处为别人着想 他这边没撑 妹妹阿前那边却成功了 老头看中阿前对时局的判断 一见阿前身上 那股敢想敢干的劲头 不要利息地将钱借给了他 但有个要求 待阿前成为巨伤之时 不要忘了今日之恩 回到大阪的阿前 刚好碰到姐姐阿初 他喜滋滋地冲过去 阿初也满脸笑容 没聊两句 阿初欲言又止 他不敢再向妹妹开口 这是他和山王寺家最后的尊严 他掀起妹妹的手说道 一起加油守护好自己的家 就这样阿初走了 路上巫兵卫说道 你该恨我们家 要是按约定 你嫁给家也家就不受这苦了 阿初这时才知道 他和阿前被换了婚约的事 借来钱的阿前 让傅家暂时松了口气 他也就闲下来了 一闲又想起姐姐 新次郎带他去了一趟山王寺 债主破梦而入 里面早已没人 大半第一对换上 风光两百年的山王寺倒了 姐姐阿初也不见了 阿前整个人愣在原地 姐姐那么好 为啥会遭此劫难 山王寺的倒闭 让全城迎来了新一波的兑换潮 家业家凭借来的钱 暂时躲过危机 幕府已经彻底倒下 江湖改名东京 大量的商业都在转移 接下来要怎么过 正级老爷子问级全家 尤其想听听阿浅的意见 阿浅满脑子都是姐姐 毫无头绪 新次郎说道 他玩三位闲时 有人说最近有做煤炭生意发财的 煤炭是他没听说过的东西 公公拿不定主意 又瞅向阿浅 阿浅实在无心其他 只担心姐姐提前退场了 阿浅连着许多日子 东奔西走 满城的找姐姐 终于在一处拼拼窟 看到了姐姐 一个穿的精致优雅 一个满身粗布 蓬头垢面 但两人却是亲姐妹 看见妹妹来 姐姐阿初躲进了屋里 阿浅就她开门 阿初死死抵住 求妹妹快走吧 阿浅不愿意走 她想帮姐姐 突然里面穿出声音 是阿初的婆婆 怪罪阿初娘家不借钱 才让他们落到如此地步 阿初不想让妹妹听到这些 语气强烈的 让阿浅快走 阿浅走后 她趴在门上说着对不起 回到家的阿浅也很痛苦 她不明白 为啥父亲不帮姐姐 她收拾了一些东西 第二天又去找姐姐 结果姐姐一家已经逃走了 阿浅心里更难受 这时公公告诉她 别怨你爸 山王四家欠的不是小数目 就算把钱借给他们 他们还是会到 这也是你姐姐的命 此时阿初一家 为了躲避寨主 漫无目的地逃往乡下 一身大富大贵的婆婆 踩了一脚泥坑 情绪一下就失控 对着阿初说道 都是你的错 自从你嫁进来 家里就没好过 你就是扫把心 她疯狂地让阿初还她家产 长久生活在母亲强势之下的吴宾尾 压抑的内心也爆发了 甚至拿刀指向母亲 在批下的一刻 阿初挡在了前面 看到受伤的阿初 吴宾尾才冷静了下来 她不接 为啥护着母亲 阿初说道 我终于能守护这个家了 这就是阿初选的路 自从嫁进来 她就已经下定决心 无论风雨 都要守护这个家 她以自己的坚韧 感染并改变着每个人 吴宾尾扶起她继续上路 婆婆却崴了脚走不成 吴宾尾退到母亲前面 要背着她 公公则拉着车 阿初让这个家 又凝聚在了一起 另一边的阿浅 深陷对姐姐的担心中 整日心不在焉 曾经的故人 吴宾尾才主 以新政府大阪长官的身份 到访他们家 一时上他将兑换商整合 成立银行 助力大阪开放后 东西贸易往来 吴宾尾才主 嘴里出来的各种心思 让正级老爷子 根本听不懂 这时阿浅来上插 故人相见 吴宾尾才主刚想聊两句 阿浅就工工精精的下去了 搞得他摸不着头脑 凌走时又见阿浅 他说以前觉得阿浅是女众豪杰 对任何事都充满好奇 现在敬也敏然众人 成了一个规矩无趣的伤人家 阿浅被激怒了 回对五代财助 本以为你刘过阳 是个见多识广的人 没想到搞了新政府后 又是摊派 又是发新币 和墙有什么区别 现在还说该倒闭倒闭 这是什么屁话 我姐家就是被你们害的 阿浅越说越激动 几个人才把她拉下去 吓得阿梅一个劲的 替她道歉 五代财助缓过身 她就喜欢这样的阿浅 后面她还会再来 阿浅这么一闹 公公觉得她不能再整天 闷在家了 会出事的 要带她去参加商人的聚会 第一次来 阿浅还颇为拘谨 一屋子老头 把她当倒酒小妹使唤 到了第二次 她就开始旁听了 这些人聊时局 聊商业 什么铸币呀 开矿呀 阿浅听得颇为认真 时不时的点头 再来时 她带着书 又开始了十万个为什么 回到家 她白天在店里盘账 晚上边看书 边给新子郎缝衣服 日子一下充实不少 只有在被针扎到的一刻 她才又想起手巧的姐姐 新子郎看到妻子如此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她在大阪周边不停的转悠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碰到了阿浅 一家人最近借住在这附近的农家 靠着种点蔬菜卖到城里为生 阿浅让新子郎 千万别告诉阿浅 她现在的情况 新子郎一直待到夜里 喝忙完农活的吴兵卫喝了一杯 吴兵卫说 虽然辛苦 但现在反而轻松了 可能因为阿出吧 没想到瘦瘦弱弱 却这么坚强 新子郎也很佩服 不过她发愁 如何让他们姐妹相见 回到家还为此事哭恼 可这时的阿浅 由于最近的聚会 突然对煤炭感兴趣起来 第二天向公共提议 咱家扩大生意开煤矿吧 她听说外国用煤炭 推动铁车运东西 说着一支半戒 听着更是一头雾水 煤炭他们没见过 印象中只是石头 石头推铁车 太难想象 为此阿浅仰着新子郎 去了解了一番 熟悉的人说 煤炭之产在九州的山里 矿工也都是山民 不好管理 但确实能挣钱 最好亲自去看一趟 阿浅把这个消息 汇报给公公 公公立马打了退堂鼓 九州太远了 家里也没那么多钱 以后再说吧 在公公这被拒 阿浅把气撒在新子郎头上 他发现新子郎开线的袖口 不是他之前缝的那种大针脚 他怀疑 是那个三位前老师缝的 行子郎还要带阿浅去 见见那个女孩 远远望见一个农妇 阿浅还觉得 行子郎口味变化之快 结果农妇转过身 竟是姐姐 原来上次遇到 阿浅看见行子郎袖口破了 就顺手缝了 阿浅冲下去 叫着姐姐 本不想让妹妹看到自己这样 但见了 还是觉得无比亲切 笑容不自觉的就露了出来 阿浅一如往常坚强 不需要妹妹的接济 只请求妹妹给父母寄信时 带自己报个平安 因为她现在连寄信的钱都没有了 这件事让阿浅无比感谢新子郎 夫妻手牵着手回家 美得像一幅画 在这之后 阿浅时不时的来看姐姐 突然的一天 无比妹不见了 最开始大家以为她进城办事 可不知过了多少日子 依然不见踪影 这时阿浅又出现孕兔 她想告诉丈夫这个好消息 和妹妹四处寻找 最后只在河边找到丈夫的箩筐 全家人此刻才意识到 无比卫跑了 阿浅之后除了煤炭 就是姐姐 被冷落的新子郎 又开始夜不归宿 突然那一天 父亲来访 原来父亲生意越做越大 马上要搬去东京 特来和亲家通报 顺带脱都包容阿浅 在这之后 他们去看阿浅 无比妹不在 一家靠着公共操持 勉强过得去 父亲远远看着 没有过去 眼眶的泪水 说着她的后悔与心疼 和亲家互相鞠躬后 父亲就返回了 在路上 她告诉阿浅 如果真的决定做煤炭生意了 就去做 随着社会的发展 煤炭产业必然能活起来 你也能像你姐那样 守护你的家了 有了父亲的话 阿浅决心大干一场 但就是缺钱 迫下态度也不明朗 在苦恼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 突然姐姐停着大肚子上门 希望阿浅帮个忙 她当初的陪家家还阿东 在山王寺破产后 还跟着照顾她 实在对不起人家 希望阿浅能把阿东 雇到这边来 将来也能找个婆家 这点事 阿浅当仁不让 送姐姐出门时 婆婆羡慕地 看了一眼阿东的大肚子 可就在这时 阿东要生了 妹妹全家上下都行动起来 在听到婴儿哭的一刻 阿浅兴奋不已 转眼十天后 抱着小枝子 阿浅爱不释手 多有打叫 恢复差不多的阿初 决定今天回家 其他人还好 阿浅的婆婆 眼神满是不舍 心想 这要是自家孙子多好 在阿浅出门送姐姐时 婆婆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后悔当初选了阿浅 没选阿初 这话被门外的阿浅听到 也只能尴尬地笑笑 坐在夕阳下 她缝起衣服 生不了孩子 她想在其他方面 做个合格儿媳 可婆婆就是想要孙子 着急的她 叫来新子郎 提姨那个妾 母亲都给她物色好了 就着新子郎 爷爷不归时 老是住在人家家的 那个三位贤老师 这番话 又不巧被阿浅听到 她身子勾搂着 无比的丧气 但又不好说什么 谁让自己的肚子不争气呢 化悲痛为力量 阿浅全身心地 投入到生意中 没想到在这方面 她的机会来了 最近新政府出新册 要将之前大名们欠的债 全化到新政府迷下 分50年还清 还不准兑换商要利息 这让阿浅破价的处境 变得艰难 因为他们挣的 就是那份利息 阿浅抓住这个机会 带着熟悉煤矿的新品掌柜 向公共提议购买煤矿 扩大进行范围 免得在一棵树上吊色 公共思考半天 主要是钱不够呀 她把购买煤矿的计划书 撂在了地上 但阿浅已经决心要干了 把自己带来的28箱嫁妆都卖了 除了那把和姐姐一起谈的琴 晚上她请求新次郎 你那个妾吧 我之后要去九州的煤矿 会经常照顾不到你 做不了一个合格的妻子 吃惊之余 新次郎问她认真的吗 阿浅不情愿地给了肯定回答 听到答案的新次郎 一夜未归 阿浅一个人在屋里大哭 婆婆那边很快行动起来 招来三位闲老师 甚至连外室住的房子都找好了 今天还准备搬家呢 这一切 阿浅还是从伙计口中得知 站在街道上 泪水和雨水一起落下 她漫无目的地跑走了 新次郎追出来 或许这心意相通 两人都来到了神庙 阿浅问她 不是搬家去了吗 新次郎说道 我才不纳妾呢 这时阿浅再也装不了无所谓 大喊说 自己不愿和别人分享你 不愿你纳妾 新次郎抱住了她 在互相信里 他们都是无可取代的 等到两人手牵手回去 家里来了个不可思议的客人 就是阿浅准备买的那家煤矿的主人 由于丈夫去世 女人才打算出手煤矿 从新平掌柜那听说了阿浅的事 她特地来拜访一趟 阿浅表示 现有资金还达不到您的要求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希望分期付款 公共这事也给了阿浅支持 准备把家业家的地皮卖掉 阿浅赶紧拦住 千万不能卖地亚 地是家族的保障 看到他们吻熙如此有决心 女人答应分期 她相信的不仅仅是人 也相信她的煤矿 在能人的管理下 是有巨大潜力的 正级老爷子接过合同 先去处理了 女人告诉阿浅 你是幸运的 能遇到这么好的公共 不久的将来 女人能去学堂 能去外国留学 能参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没准能和你一样 在各行各业 大显身手 阿浅期待着那个时代的到来 签完合同没多久 阿浅就准备去九州了 临走前 夫妻交心 与阿浅担心新次郎纳妾一样 新次郎也担心阿浅 有一天抛弃自己 但他不阻止阿浅去实现自我 这边的姐姐一家 他会时常去看望 让阿浅放心的 去大展拳脚吧 就这样 阿浅带着家里的二管 是归筑上路了 五代财柱 这只匆匆跑来 给了他一把枪防身 这东西 阿浅不敢拿 五代财柱 硬放进了他手里 路途遥远 又是乱世 不得不防 阿浅这才收下 一路坐穿 步行终于到了九州 迎接他们的是 煤矿的管事工部 说是管事 他更像竹家和煤矿的联络员 底下的矿工 根本不听他的 阿浅决定自己立威 一来就不小心 把工房的门卸了 矿工也决定 给竹家个下马威 根本没人去干活 不管阿浅怎么劝 矿工们都是不屑的反对声 他们九州男儿 可不会听一个女人的 出来的阿浅 就遭遇了挫折 连了几天都毫无头绪 不过他的路 渐渐走对了 那就是只和工头交涉 工头说道 想让大家干活 就要有点真本事 阿浅不明所以 来了场介绍 煤矿发展前途的演讲 秉化的虽然大 矿工们根本不吃 还在嘲笑他女人身份 阿浅差点和对方打起来 最后被闺主拉走 业内工头的妻子突然前来 他告诉阿浅 再坚持坚持 这里大多都是夫妻一起干 男人挖矿 女人运矿 不开工 不仅主家挣不到钱 矿工们其实也没饭吃 这些男人就是为了面子 又是一天 阿浅独自进到矿洞 没走几步 就被工头拽出来 删了一巴掌 阿浅还没缓过来 工头对他破口大骂 这里面不是点个灯 就随便进的 会塌方 会爆炸 工人们每天都是提着头干活 阿浅这时他稍微理解 矿工们得过写过的态度 他把这些都写成信 告诉新次郎 新次郎日日盼着阿浅回来 但煤矿没有正常运转前 阿浅是不会回去的 一段日子后 阿浅又着急矿工开会 求大家开始工作 这些男人还是那个态度 又是嘲笑 又是挖苦 就因为阿浅是个女人 阿浅被激怒了 丝毫不留情面的 对这群人大骂 矿工们恼羞成怒 竟然上了手 千军一发之际 女人怀中的枪掉落走火 把矿工们全吓住了 女人此刻才明白他的威力 拿到手里说道 别想威胁我 我不远千里到这儿 煤矿军做不起来 我绝不回去 这一番话说完 当晚矿工们的妻子 就集体跑来求他 千万别杀我们的男人 此时处于1870年代 枪队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只听过没见过的大杀气 到了第二天 一直憋着不干活的矿工 全都下矿开干了 这天丈夫新子郎 由于担心阿浅也跑来了 在九州人眼里 男人永远是强于女人的 阿浅都能拿枪 矿工们自然认为 新子郎更厉害 躲在窗口偷看 新子郎文弱少爷的左派 被矿工们认为是深藏不漏 把这群人吓得 干起活来更认真了 阿浅时时召集他们开会 首先抱歉昨天吓住大家了 并保证再不用枪 这话一出 矿工又放肆起来 阿浅撩起衣服的下摆 他要来场相扑 用男人的方式 打败矿工们 拱头是个奖礼的人 也是最看不起女人的人 于是选了相对文弱的管事 来做阿浅的对手 一开始 阿浅就落了下风 在边缘死死挣扎 没想到最后经纪把将管事扔了出去 获得了胜利 昨天是被枪吓得开始干活 那今天矿工们就是真的服了 寻到会把之前耽误的工期 全赶回来 在这守了这么久的阿浅 终于如愿让煤矿正常运转了 新子郎急着回去 这环境他住不惯 但阿浅要继续留下 才开始干活 他要彻底理顺矿上的大小事 和矿工们建立更深厚的感情 一晃有些日子过去了 光头带着阿浅下了一次矿洞 这就是他买的矿山洋 阿浅欣喜不已 之后的时间 他和女人们一起干活 熟悉各个流程 他离开大阪市 一直担心的姐姐家 此时也迎来了好消息 五代财主帮他打探到了 姐夫吴宾卫的下落 并告诉了阿出 阿出顺着消息找到赌场 吴宾卫被人追债 摔了一脸泥 吴宾卫吃惊地看着阿出 追债声渐进 阿出拉起吴宾卫 一口气跑到家旁的河边 此刻吴宾卫说起当年逃走的原因 刚破产是 他以为会迎来痛苦人生 但意外的是 那段日子竟觉得很快乐 劳作收获只为粮食发愁 他感觉人生本该如此 可转念他有羞愧 自己有什么资格开心 自己让这世上最好的女人 跟着受穷 让他被恶婆婆刁难 自己一无是处的穷开心 简直可耻 于是吴宾卫逃走了 他以为他走了 阿出就会离开 就会回到大富大贵的娘家 可阿出比他想的坚韧得多 整整等了他三年 当阿出牵着吴宾卫回家时 与走势相比 这里更紧紧有条 最关键的是 他有儿子了 阿出抱起儿子对他说 今后你不仅仅要做个好丈夫 还要做个好父亲 吴宾卫眼泪流了出来 父母也在这时出来 曾经以为强势到 可以放弃一切的母亲 竟然扑过来 抱着他痛哭 在姐妹二人 对我来崭新的开始时 他们突然收到恶号 爷爷病危了 两人一前一后赶回京都 爷爷听起精神和他们说笑 但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 一个一个做了最后的安排 安静的停止了呼吸 阿倩站在曾和爷爷一起爬过的树下 说了句永别了 丧事办完 父亲告诉他 马上要搬家了 搬去东京 开办银行 正说着五代财主来了 五代财主早已辞去官职 现在也是商人 而且做的都是新兴产业 银行的理念 就是他带给金锦家的 阿倩也对此充满兴趣 问个不停 他最终目的是希望 婆家也能把兑换商 改成银行 这番话刚好被来调宴的公公 还有新子郎听到 看着阿倩和五代财主 如此聊得来 新子郎还有点忌妒 等到上完香 新子郎把手枪还给了五代 两个男人相识一眼 火药味十足 第二天 阿倩与阿出 也要回大阪了 母亲给了阿出一些钱 阿出不要 推死间 母亲生气了 他求阿出别要强了 当初没能帮到你婆家 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 阿出拿出护身符说道 只要这个就够了 看见这个 就进行你告诉我们的 一定要幸福 母亲投抵着阿出 心疼不已 这之后 阿出和阿倩就回大阪了 刚到家没几天 阿倩就急着去矿山 新子郎满事不舍 早以后矿工 达成一片的阿倩 一回来就受到所有人欢迎 出了一个叫阿聪的组长 阿倩只觉得奇怪 但并没有当回事 接下来的半年 就是煤矿和大阪两头跑 突然那一天 母亲来访 为了让亲家多担待阿倩 母亲还特地给亲家母 带着上好的和服料子 阿倩婆婆高兴不已 之后还有阿出的事 她一直放不下 家里在和歌山有一块地 她让阿倩想办法给阿出 总不能一直借别人家的地重吧 说来也巧 想好母亲要走时 阿出来给阿倩送腌菜 那张地气 她当然不要 冲出来还给母亲 这让母亲有些伤心 阿倩却在后面恍然大悟 不如就像银行 把钱借给有理想的人那样 母亲把土地借给你们 你们将来有收获了再还 母亲和妹妹做到如此 阿出不好再不收 她强调是借的 拿到地气 她先给了吴宾卫 吴宾卫对此很感激岳母 这是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不用再颠沛流离 但当夫妻二人将此事告诉母亲时 母亲无比反对 山王寺家的根在大阪 她还盼着山王寺 有天能重新活过来 她才不要去和歌山当农民 最终两边不欢而散 几天后 吴宾卫背上行囊 说要出趟远门 阿出问她去哪 她也不说 婆婆抓着机会 冷嘲热讽的说 吴宾卫就是这么懦弱 一勇不顺就逃跑 阿出心里也十分忐忑 但嘴上强硬的说 她一定会回来 果真被阿出说中了 一段时间后 吴宾卫回来了 她去和歌山看了那块地 之所以开始没说 是怕那块地不合适 回来吴阿出伤心 一趟转下来 发现那块地确实不适合种粮食 但周围的村民都种果树 所以还是能养活他们的 看丈夫如此上心 阿出求婆婆就相信吴宾为一次 她并不懦弱 她能带山王四家走向正轨 婆婆推门而出 丈夫跟出来 她抱怨一句 丈夫复合一句 等她抱怨完了 丈夫安慰她 时代变了 就给孩子们一次机会 这个方法还真管用 两人再次进来时 婆婆同意了去和歌山 心的一天 迎着威风 阿出心里无比畅快 感觉生活终于要迎来阳光了 另一边的阿前 为了增加矿工的积极性 提高他们的收入 首次引入了奖金制度 哪祖挖的没最多 哪祖得的奖金最高 更关键的是 他打破常规 奖金将用他们家野家 直接发到矿工头上 不会像公司一样 要经历管事 工头 组长 三层抽拥 这个奖金制度 按理说无懈可击 既没有动工头组长的蛋糕 又平白多给了矿工一份钱 用阿前的话说 是想让大家对未来心怀梦想 更有尊严的活 正当矿工们窃窃私语 准备接受这个制度时 一个叫阿聪的组长唱了反调 只指这是有钱人的套路 我们挖越多的没 家野家就争越多的钱 我们拿了奖金 他们攫取利润 就是靠我们赚钱 阿前解释 这是双赢呀 结果被阿聪吼了回去 回头对矿工说 你们自己想想 到底是信有钱人 还是信我 阿聪平时就霸道 他这一声吼 吓得矿工立马倒戈 阿前还想再争取 怒气不争的说道 天天摸殃供 家野家只是挣的少了 但你们却是活得更艰难 为啥不努力努力 多攒一点 为以后的理想打基础 说完这话 大家都跟着阿聪回了工房 思想愚昧造成偏心偏听 偏心偏听又加深思想愚昧 如此枉腹让人宁愿在安稳的环境受苦 也不愿思考着改变 可阿前要改变这一切 他每天主动和矿工们打招呼 寄希望获得好感 一个组长一个组长的谈 想从他们这儿打开突破口 可大家似乎有意闭着他 阿前不放弃 一遍不成 谈两遍 终于有一天 有个组长说 来煤矿签 他有想干的事 随手在地上画了起来 组长曾经想当画家 上次听了阿前说的理想 就想起这个事 他告诉阿前 他想试试奖金制度 不为别的 就为你说的理想 有了这第一个 很快就有第二个 与此同时 之前被组长垄断抽成的 劳保用品 阿前也开始由矿山捅购捅销 组长少的那部分收入 矿山补贴 获得实惠的矿工们 很快对阿前另眼相看 他获得了一个称号 大姐头 这群男人彻底为他征服 公图代表大家 表示感谢 他们山里的人 确实见识少 但能明白 谁真正对大家好 听着大家此起彼伏的谢谢 阿前心里 伸出一股暖流 眼泪不自觉的 就流了出来 累了这么久 他终于能安稳的 休息一下了 模糊中 一个男人来到他跟前 一睁眼 一只企鹅 是五代财柱 此时的五代财柱 被称为矿山之王 在阿前为这一座 矿山头疼不已时 五代财柱 已经收购了好几座 他是来视察自己的矿山 顺道过来看看阿前 他觉得阿前 就像企鹅中的领头 敢于第一个跳进水里 从不沾前顾后 一跃水中 便急速向前 阿前听得似懂非懂 再抬头 五代财柱已经走了 这时的阿前 也打算回大阪了 矿山除了阿聪那一组 其他都已经开始 为蒋经拼命干活了 阿前领走前 对阿聪说 我坚信我的想法没有错 对矿工 对家业家 都有好处 还请你再考虑考虑 在阿前说完要走时 门里传来一句话 新次郎还好吗 阿前吃惊不已 不过阿聪不再说话 阿前也到了出发时间 他暂且认为是自己换厅了 回到家 阿前受到上上下下的欢迎 煤矿的成功运作 对主夜凋敝的家业家来说 算是救命稻草 阿前绝对的功臣 回到后院 公公和小叔子赶紧腾地方 给他们夫妻留空间 夜里新次郎 为阿前谈了一曲三味弦 真是没好样 一直讨厌三味弦的父亲 也特地开着门倾听 突然的耳顺 意味着到了一定年纪 第二天 父亲做了个决定 退居二线 习惯了父亲执掌一切的大家 吃惊不已 根本没意识到 父亲已经老了 整机老爷子选的接班人 是容三郎 这也是一早就定好的 同时拜托大家 要帮助容三郎 把家业家传承下去 接下来的成名仪式 婆婆交给阿前操持 这意味着后院 以后就是阿前管了 第一次搞这种事 阿前十分重视 势必恭亲 新次郎就悠闲得多 没人没酒 一样不少 很快就到了仪式当天 阿前也被安排 做到了家长的位置 甚至连婆婆都没这个资格 自然引来底下客人的非议 无代财助贺助众人 说阿前也是家业家的决策者之一 当然能做那个位置 正机老爷子 也是这么想的 家业家 今后不但要靠容三郎 新次郎 也要靠阿前 靠在座的各位 在一番热烈的掌声中 成名仪式 顺顺利利的完成了 这是阿前收到矿山的来信 说阿松同意了奖金制度 开始踏实干活了 阿前欣喜之余 又有点忐忑 他想起那句 听得不太真切的新次郎 阿松怎么会知道新次郎呢 这边姐姐阿出嫁 也准备搬去合格山了 再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阿前邀请姐姐来家里住一晚 两人谈话间 新次郎匆匆的跑出去了 阿前拿出自己的琴 好环境当初和姐姐一起谈的日子 阿出伸出手 都是干活的老姐 再不会有那样的日子了 这时新次郎又跑了回来 怀里抱着的是阿出卖掉的那把琴 真是惊喜啊 新次郎说 是吴宾卫的功劳 前两天吴宾卫说 一直有个心愿未了 那就是你的琴声 所以我们找遍全程 才找到你这把 阿出摸着琴 在笑时眼角已经有了皱纹 他和阿前一起谈了一首 上一次这样的情景 要追溯到九年前 时间真是又好又坏 对阿出只刻画了苦难 对阿前又处处留情 最后用相识一言的微笑 为着九年找个安慰 接着让他都随风飘走吧 剩下的日子往好了过 这最后一晚 阿出把憋在心里的话 说了出来 他嫉妒过阿前 嫉妒阿前从小更受宠 嫉妒他嫁了好夫家 嫉妒他时时刻刻 都能睡这么软的辈子 不过现在 他明白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阿前不明白 转身逃避着要睡了 可他嘴里嘟囔着 长大得太快了 阿出拍着他说 从现在起 加油过得更好 我们全力去追求幸福 不要输给对方 哭泣的阿前 转身抱住姐姐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与不同的人生中 跟随时间一起成长 过那些只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这些生活中 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幸福 和姐姐分别后 阿前就去了矿山 一个月后 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结婚九年都没动静 这来的实在太突然 阿前整个人都愣了 不过他并不打算回家 要继续待在矿山 因为他总觉得 矿山那个组长阿聪 形势有些奇怪 以前总和他对着干 现在却比谁都老实 他想再观察观察 他这一步回家 逼得丈夫不远千里匆匆赶来 阿前认身反应十分强烈 看着他整个人如此难受 丈夫新次郎 无论如何 都要将他带回去 新次郎这种暖男行为 可是九祖女人 从没享受过的 一个个如犯了花痴般 就在这时 阿聪吼着他们快干活 新次郎和阿聪一个对视 好像还是伙伴呀 但着急着要走 新次郎也没来得及一探究竟 阿前回到大阪 又是针灸又是喝药 人生反应直到一个月后 才渐渐消了 肚子也慢慢大了起来 快到足月时 公公婆婆 却因为该请产婆 孩子医生吵了一架 新旧对立中 谁也不让谁 最终结果 既请了产婆 又请了医生 检查完 阿前刚出去 婆婆正交代她注意事项 突然听到屋里一声尖叫 正极老爷倒了 阿前要去叫丈夫 公公不让 这是正极的老病根 她不想让儿子们知道 尤其是荣三郎 风雨飘摇的年代 这个家要稳定 公公缓过来后 婆婆告诉阿前 虽是老病根 但你公公发病频率越来越高 所以求你顺利生下孩子 让他见一面再走 阿前这才知道 家一家的风平浪静下 公公在苦苦坚持 很快阿前到了分娩的日子 全家人焦急的坐在一起 听到婴儿哭的一刻 如是重负 公公抽出他提前想的名字 全是男孩的 但这次生的是个女孩 不过这不妨碍一家人 对孩子的喜欢 公公立马重新取了千代的名字 寓意加速繁荣千年 小千代婴儿期这段时间 阿前没再去矿山 行此郎也没再去外面玩 公公婆婆更是无比上心 可就在这时 矿山传来消息 冒顶了 而且公公在矿洞里没出来 得到这个消息 阿前立马要上矿 新次郎让他放心 小千代他会照顾 对于丈夫的理解 阿前感动不已 这时五代财助也赶来 要同阿前一起去 多少能给些帮助 新次郎抱着孩子 将阿前拜托给五代财助 出乎意料的大度 连弟弟容三郎都看不懂 怎么能自己在家看孩子 让媳妇和其他男人一起出去呢 新次郎说 我就喜欢这样的阿前 来到矿山 矿国门镇家境施旧 五代财助也进到里面 阿前则去安抚公投的妻子 组长阿松跑进来 问阿前准备怎么办 矿工要关一段时间 我们这些人也就没工作了 一直说为矿工着想的家业家 是不是要露出原形 抛弃我们了 还没等阿前回答 阿松劈头盖脸的指责 都是阿前的奖金制度 害得大家拼命挖煤 才造成事故 公投妻子替阿前辩驳 阿前却主动担下责任 是自己长期不在 属于管理造成事故 阿前正说着 五代财助冲了进来 他在矿洞发现火药 这不是普通帽顶 是人为事故 就在这时 外面叫嚷着 公投找到了 当时他躲进其他巷道 才保住命 他无意间瞟到阿聪 阿聪低头走了 这事必定和阿聪有关 可阿前让五代财助就此打住 他不想寻找犯人 他想稳住矿工 尽快恢复矿山运作 不过不找犯人 就意味着成人事故 政府很快来调查 认为奖金制度 造成工人贪欲 进而忽视安全风险 最终酿成事故 加一加被严厉处罚 刚刚煤矿还完外债 只有陷入危机 阿浅做的矿山妇产计划书 罗列了善后处理 工人补偿 矿山修复 等等的资金需求 也是加一加承受不了的 荣三郎和大管事艳筑 提议就此卖了矿山 阿浅强烈反对 说之后自己会长期监督 荣三郎问他钱袋怎么办 这让阿浅哑口无言 世俗社会给了女人太多的定义 生养孩子照顾家庭顺从丈夫 即使阿浅也不能一一打破 内心时时刻刻自责 没有做好妻子 新次郎宽慰他 人生若是都顺顺利利 那就无趣了 有新次郎的支持 阿浅总能笑出来 关于要不要卖掉矿山 郑吉老爷子也有了决定 他让燕柱去处理 矿山的一切善后和妇产工作 燕柱可是第一个提议卖掉的人 他自然不愿意 老爷说道 煤炭产业将成为加矮家的基石 阿浅还年轻 能让矿山快速走上正轨的 只有你 本身郑吉老爷要亲自去的 但身体已经不允许 燕柱一直在加矮家 老爷如此说了 他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起程前他交代阿梅 如果老爷有什么事 一定要写信告诉我 阿梅不明所有的点点头 燕柱来到矿山 第一件事当然是要让坏人收敛 他看到阿聪 假装无意的叫了松造的名字 看阿聪的反应 燕柱知道他就是松造 不过一段时间后 从矿山回到大阪的硅住 带来一个坏消息 松造在和燕柱谈完话后逃走了 这时的新次郎不得不告诉阿浅一件往事 他还小的时候 松造的父亲是贾矮家的大管事 十岁那年 他爸分出去 用我家的字号开了分点 但很快倒闭 他爸自杀了 那时松造骂我家是杀人犯 用钱杀了他爸 之后松造和母亲 无法忍受天天被追债 一夜间杳无音信 也是从那时起 新次郎再不碰生意 新次郎很抱歉 没有早点告诉阿浅这件事 让他的一番心血遭遇现在的困境 阿浅抱着他不知该如何安慰 新的一天到来 下人们都在船 最近有个人在店附近转悠 一听描述 新次郎知道是松造 这件事他要处理一下 历经磨难的松造 对社会充满仇恨 大半的商人他每个都恨 尤其是家野家 他承认矿山是他炸的 跑来这里 也是像一把火烧了家野家 新次郎向他道歉 当时没帮上他 新次郎拿出钱要补偿 阿浅拦住他 痛骂松造没有感情 家野家再不济 现在没收入的情况下 也给矿工发着工资 而你呢 既然要报复家野家 就直接了结了我和松子郎 何必偷偷摸摸 让和你成兄道弟的矿工们 差点死在矿里 这对的松造哑口无言 他说他也知道 当着父亲分出去 就不能有金钱往来 但就着气不过 你们家顺顺利利 松造站起来 抱歉做了错事 之后还去见了正吉老爷 正吉老爷也很抱歉 当时不能伸出援手 是自己没有那个魄力 不敢冲破规矩 他拿出当年松造父亲 当管事时的账簿 一个劲的夸他能干 松造痛哭不已 他知道既是父亲在 也不会埋怨老爷 是他被困在 嫉妒衍生的仇恨中 耽误了自己 也伤害了别人 这件事后 松造自首了 正吉老爷也在不久后去世 燕珠在矿山收到信 安安静静的给老爷祈祷 家野家迎来了 没有正吉的时代 当别人丈夫的面 牵人家妻子的手 正名为握手的礼仪 欣慈郎赶紧打住了 吴代财主也有新的提议 要带阿浅去东京转转 感受时代的发展 阿浅满眼期待 但转眼想到家庭还有孩子 他又犹豫了 回家途中 欣慈郎看出阿浅 对东京之行的期望 他让阿浅就去吧 好好学习经商之道 家里其他人 由他来说服 丈夫的理解 让阿浅感动满满 和小千代做了告别 阿浅就准备上路了 女人的为母之心 总是那么强烈而真切 阿浅的泪水 止不住的流出来 不过在他的人生中 孩子与生意一样重要 来到东京 真是大开眼界 更宽的街道 更新的建筑 还有更厉害的人 吴代财主给他引荐的 是当时的内务卿 大九宝利通 新政府内的实权者 奉行韬光养晦 努力发展之道 在与大九宝利通的交流中 阿浅明确了一个目标 要在新时代中 让大阪的商业 不属于东京 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此刻的东京 已经处处亮起了煤气灯 对阿浅来说 这是新时代的光芒 在之后的几天 吴代财主带阿浅游遍东京 趁此机会 阿浅约见了弟弟 意外的是 父亲也跟来了 选着他丢下丈夫孩子乱跑 不是个合格的妻子 阿浅怕的就是这 才只约了弟弟 没想到还是躲不过 不过阿浅思想已经更成熟了 他对父亲说 女孩学习的时代已经到来 平等的社会也会慢慢出现 这些都是阿浅在书中看到的 外加他是吴代财主邀请来的 父亲就没再发货 出门后 甚至感觉阿浅 正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 此时的吴代财主 和大九宝利通也在倡议 作为同乡 两人都意气风发 前十年 大九宝积极开国 接下来十年 他要整顿立志 造一个新的日本 吴代财主问 那是什么样的日本 大九宝回答 不输给其他强国的国家 不靠武力让人屈服的国家 说完这番话的大九宝 在第二天被刺杀了 吴代财主悲痛欲绝 本身今天回大阪的阿浅 看到报道 又因担心吴代财主而返回 脆弱的吴代 趴在阿浅肩上哭了 缓过来的他 要敬阿浅一杯 这一杯把阿浅撂倒了 直到第二天才醒来 用人啊 没埋怨他 你来照顾吴代大人的 结果反而让人家照顾你 阿浅也休得不行 着急的回乡了 他转头 谢谢东京 谢谢吴代 更谢谢大九宝 回家的阿浅 第一件事 当然是小千代 这边的吴代也重新振作 他要做商业的领头额 为大九宝的一致 贡献一份力 很快到了新年 多事之秋 能安稳的过个年 真是幸福 小千代已经回说好吃了 阿浅笑意绵绵 新的一年 吴代财主创卖了 大阪证券交易所 和大阪商会 并仍会上 他毫无疑问 是大阪商业的第一人 这时阿浅家 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用人阿东的父亲 以及他给阿东找的夫家 说起阿东 这个父亲没有一句夸奖 家里六个孩子 全是女儿 阿东排行老五 爱哭爱闹 还不如养个小猫小狗 阿东此时被叫来 老夫人介绍 这是山本先生 山本这眼神 让人不适 结合刚才阿东父亲的话 阿浅觉得 阿东不会幸福 同时另一个 为阿东忧心的人 是二管事龟主 龟主跟着阿浅 跑了无数次矿山 每次都以各种理由 写信给阿东 阿浅也明白 龟主的心意 就想着撮合他们俩 留两人独处时 龟主问他 真的愿意嫁给山本吗 阿东说道 既是大小姐二小姐 得要尊重父亲 嫁到各自婆家 像我这样的人 更要听了 龟主焦急的说 你不是有喜欢的人吗 阿东没想到 竟然有人知道 他跌着头不说话 龟主见把人问尴尬了 自己也善善的走开 阿东说道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本身下定决心了 现在又让我动摇了 龟主嘟囔半天回道 因为我是大哥哥吗 想让你过得好一点 见龟主这么没用 新子郎也加入没人的队伍 让龟主至少要说出喜欢呀 龟主还是犹犹豫豫 老夫人这时 已经给阿东 准备好嫁妆和嫁衣了 阿浅又找阿东聊了一次 阿东说道 像我这样的人 能有人要就行了 我爸从小就说 要是不生我和我妹就好了 所以我一直感觉 我是多余的 后来到了您家做佣人 碰见大小姐 梅姐 我才觉得有了容身之处 我也一直希望 能像梅姐守护您那样 一直守护大小姐 但却没能做到 我果然像我爸说的 还是很没用 所以我会高高兴兴的嫁过去 而且这时 也问到那个问题 你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阿东却不想谈这个问题的跑了 一直在角落偷听的龟主 决定为阿东做点什么 他找到新子郎 让他带阿东出去转转 因为阿东喜欢的是新子郎少爷 龟主希望 在阿东走之前 让他有个美好回忆 新子郎带着阿东出去了 一路上逗得他哈哈大笑 在喝红豆汤时 阿东很感谢新子郎 他从小一直很怕男人 因为父亲经常打他们姐妹 直到出来当佣人 才发现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 尤其碰到新子郎少爷 对我这种没有任何长寿的女孩 都实施微笑鼓励 这时天空飘起小雪 两人也到了回家的日子 阿东却一把拽住新子郎 说完这些 新子郎跑回店里 拿了条围巾 让龟主快去 大雪纷飞 龟主找到阿东 阿东很后悔自己刚才的座位 伤害了二小姐 龟主告诉他 能说出来就好 随即将围巾给他围上 这件事被阿东父亲知道 因为男方要退婚 他上门讨说法 阿东跪着说道 都是自己的错 这直接遭到父亲的暴打 骂声也越来越难听 阿强想互都没互助 最后龟主停在前面 警告阿东父亲 以后不准再动他 阿东是我们很重要的亲人 这让阿东很感动 但龟主也被他父亲 狠狠揍了一顿 很快家里乱作一团 阿东的婚事算是作废了 他感谢龟主 不过他还准备辞职了 没脸待下去了 龟主怎么舍得让他走 忍了好久 龟主终于说出来了 我没房还长得丑 但我比任何人都喜欢你 龟主不知所措的羞涩 或许让阿东看到了真诚 他同意了 家爱家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婚后 龟主主动要求 要和阿东一起去九州煤矿 刚好大管事雁柱 已经把那边带入正轨 他可以去做接替 这件事告一段落没多久 龟三郎也娶了媳妇 家里家外 生意生活都顺利起来 阿谦又想起银行的事 魏子和燕柱吵得不可开交 燕柱认为风险太大 阿谦认为这是趋势 两人互不相让 最终五代财助给阿谦降了温 现在办银行的太多 都只是跟风 没有正确的经营方法 但也分流了正规银行的客户 导致大家都挣不到钱 所以等这批跟风者倒了 再办也不迟 阿谦暂且放下了办银行的想法 转而他又有了新目标 继续买矿山 刚说出了想法 家里的男人们面面相聚 这时又要透光家底啊 阿谦解释 这个煤矿 他已经留意一段时间了 离咱们现在的矿也近 倒是方便经营 此时大管是燕柱唱了反调 一是买矿的钱从哪来 二是产量不行咋办 阿谦坚决的说道 借钱也要搞 没他现在需求旺盛 是最好时机 燕柱撩下话 那喜听尊便 若是再出事 我不会给你善后 冒着彻底得罪燕柱的风险 阿谦再次赌上了家里家的蔚来 买了第二座煤矿 接着他就前往九州实地考察 由于禁购的老板太多 阿谦私自做主 签了合同 回来后 容三郎并没有埋怨他 还将此事全权拜托给阿谦 要干就全家齐心的干 阿谦这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在新矿山常驻 对矿山矿工 各个细节都不放过 没过多久 产量就上来了 新次郎为内有这样的媳妇 高兴不已 燕柱也不得不感叹 阿谦真是商业奇才 阿谦也由此成为大阪商会的红人 时不时地去给其他老板开讲座 分享开矿经验 但就在这时 他的只有五代财助出事了 被媒体爆出 与高官勾结 以39万的价格 收购了位于北海道 政府投资1400万的资产 一时间 五代财助成为众矢之地 大阪商会内部都对他失去信任 因为这笔投资 是他带领整个商会一起完成的 报道一出 投资被取消 大阪商人也被关上 建立忘义的名号 商会乱作一团 要求五代财助给出解释 五代正要前去 也正腹痛 此刻不但生意 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 缓解一些后 他来到商会 第一道歉 第二次就会长支持 不过商人们并不满意 39万如何当1400万用 这才是他们关心的 他们认为五代真是财迷心窍 坏了良心 还毁了大阪商人的信誉 在五代被讨伐时 阿浅站出来说道 兼米市 交易所 商会 矿山讲堂 五代为大阪做了多少事 现在出一点事 咱们翻脸比翻书快 这就是你们说的 大阪商人的信誉吗 接着阿浅又让五代 把事情讲清楚 大家想要的是真相 五代私有难言之隐 这时新子郎跑来了 这件事 他来讲 随即就给大家分发了 政府开发北海道十年 总计1400万的投资与收入情况汇总 这些资料是五代助手给的 他不想看着五代被无端指责 汇总中 1400万投资 没有挣一分钱 全亏进去了 政府这才想着找五代财助接手 以极低价格 出售资产 即开发权益 希望五代继续投钱 将北海道这种苦寒之地发展起来 五代这是为国结盘 说出这个真相后 底下商人更不干了 他们可是为了挣钱 而不是替国家开发什么北海道 五代早就猜到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 才一直没有实话实说 荣三郎站起来让大家换个思路 政府搞不好北海道 我们大阪商人把它搞好 我们有能力将信誉够团结 挣别人挣不了的钱 才对得起全人们最会做生意的称号 这番话说完 大家纷纷向五代道歉 他看起来似乎比大阪商人更大阪商人 这是他许下诺言 要为大阪的繁荣贡献自己的一生 在掌声中 这场信任危机被化解 此时给阿浅带来的收获是 他觉得吊耳郎郎的新次郎 关键时还挺管用 说不定以后能成个好掌柜 日子一天天的过 一个午后 弟媳叫住阿浅 给他看了小仙在做的手工 在阿浅忙着生意的时候 女儿在不声不响的长大 看着女儿的心愿纸上写的 希望和妈妈一起玩个够 阿浅忍不住哭了 这么久以来 他只顾着实现自我 而忘了女儿 新的一天 一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 算是微不足道的补偿 接下来阿浅又投入到生意中 连着买了好几座矿站 产量与销量齐飞 他成了家一家的支柱人物 夜里 他在外面和容三郎 说起半银行的事 屋里的艳筑听到 升起一股落寞 趁着空闲 阿浅去找五代财主 讨教半银行的方法 五代整个人已经憔悴了 才问候两句 助手来叫五代 此时的五代 正全身心的 丰富大板的商业 所以每天都要见大量的人 阿浅和他约定 下次好好聊 并希望五代大人保重身体 不要报应 五代像被击中了一样站住 一切都太晚了 阿浅傻呀 没听明白怎么回事 这是另一边的家里 容三郎就是否办银行 私下征求艳筑的意见 据对上次五代大人说 不适合办银行 已经过去几年 现在大班只做兑换生意的 除了他们家也家 就剩两家 所以要不要转呢 艳筑说道 是要转了 家也家在大阪金融业 存在250年 今天也要继续下去 至此 家也家创办银行的 最后反对声 也没有了 艳筑这时想的是 要告别了 他的心思 被阿梅看穿 阿梅主动找阿浅说道 大管事和我一样 都是把大家当成最亲的人 才一直干到现在 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对不起他 这是阿梅第一次 和阿浅说这样的话 阿浅也意识到 自己责任重大 趋一一决的艳筑找到阿梅 作为家里的两个老人 他们总是最了解对方 最能在对方身上找到慰藉的 阿梅希望艳筑留下 艳筑却邀请阿梅 和自己一起离开吧 阿梅想和艳筑在一起 但不想以这种方式 一瞬间的慌乱 打翻了锅里的水 还把艳筑烫伤了 情绪被打乱的两人 又一次隐藏了各自的感情 很快容三郎宣布了 改办银行的事 七王用三年时间办起来 与此同时 他还宣布 每况产约会分出去 新成立一家公司 新次郎不知道 因为家里已经决定 新次郎当煤矿公司的社长 一是因为女人在这个年代 当社长政府不认 二是新次郎虽然游手好闲 可在商人圈人员不错 所以暂且让他当民意社长 事还是阿浅来办 这个主意是五代财主出的 新次郎要找五代掰扯掰扯 没想到却发现 五代已经得了重病 两个男人坐在一起 五代对新次郎不令夸赞 便让他不要告诉阿浅 自己得病的消息 希望新次郎不要再做嫌内住 而要成为阿浅的最强外援 新次郎看出了五代对阿浅的爱 回到家 他屡约没有告诉阿浅实情 在家人的请求下 他接受了社长一职 不久后 助手私自找到阿浅 给了他一张企鹅照片 五代要回东京养病了 这张照片本该走后给的 但助手不想让五代留下遗憾 希望阿浅去见五代一面 以后估计再也见不到了 来到商会 新次郎让阿浅自己进去 这是属于他俩的友情 看见阿浅来 五代撑着起来 回首往事时 才知人生苦短 23年前 一个口角身风的富家小姐 碰到了一个理想满满的末代五世 这便是他们的相遇 末了五世的一句goodbye 让不明所有的富家小姐 哈哈大笑 等到二人再相见时 一个嫁为人妇 一个留学归来 仿若穿越时空的偶遇 这回男人说的是beautiful 阿浅还是茫然不解 接着第三次见面 他也是政府要员 他又变得牙间嘴利 这一次五代说的是wonderful 阿浅根本没听到 在接下来的日子 五代辞贯金商 因为他想留在阿浅的城市 建设他 陪伴他 阿浅开煤矿 办银行 他处处助力 可他的真心 就像他的英文一样 从始至终 阿浅都没有懂 直至此刻 重病缠身 他本想一走了之 不愿看见心爱的人哭泣 但这世间 只有阿浅一个人傻 五代的助手 甚至新次郎 都明白 总要让他们做个告别吧 就像当初见面时那样 说句goodbye 不过这句话 还是只有五代懂 阿浅哭着说 是您照亮了我的前路 有了您 我才走到今天 他把他当恩师 当挚友 崇拜爱戴他 可五代直欲不娶 支持保护他 阿浅拿出企鹅图 他说五代是这个时代的领头鹅 擦去眼泪 五代将图放到阿浅脸边 今后领头鹅 就是你一只了 一个月后 五代才住在东京去世 不过他建设的大半 还陪着阿浅 带着五代的遗志 阿浅继续自己的事业 招募人马 发力银行 转业一年过去 新次郎在他的监督下 终于能老实地 坐在社长的工位上了 这时家里有了一件喜事 十多年未见的姐姐 突然来拜访 还带着大儿子兰支柱 曾经温柔的阿浅 训起儿子毫不含糊 阿浅瞪大了眼睛 做了母亲 就是不一样了 这次拜访 阿浅还第一次见了小千代 他轻轻地抱上去 这模样 简直就是阿浅小时候 小千代对这个温柔的姨妈 也是好感满满 比自己母亲可好太多 另一边的兰支柱 到前面的店里 好奇这一切 相比赫格山的乡下生活 他应该更喜欢这里 这一天 阿浅和阿浅聊了很久 从姐妹间的过往 到这十多年的生活 阿浅说道 当农民养两个孩子 确实辛苦 不过好在家里的人 新奇了 不知不觉 到了要走的时候 这时的兰支柱和千代 又聊到了一起 互相抱怨着自己的母亲 分别时 新次郎说 过段时间 他们去河戈山拜访 短暂冲锋结束 家也家迎来新的一天 时光匆匆 家也家的生意全面爆发 收购更多的煤矿 产量提升五倍 还开了新的商店 阿浅渐行五代的一致 大手笔的向大阪市 捐了三千五百元 用于城市建设 顺风顺水的阿浅 一日清晨 看到阿梅和艳柱在厨房 一向对感情迟钝的她 这次竟然看出了两人的真心 于是她找到阿梅 很抱歉 让她跟着自己这么多年 她支持阿梅的任何决定 去嫁人 去做闲内住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阿梅却说 不会离开小姐的 既是小姐不需要照顾 还有千代 阿浅感动不已 趴在阿梅怀里哭了 这番话 艳柱也听到了 此时过后 阿浅带着一家人 去了一趟东京 因为她娘家要举办庆典 回来后 谈起庆典 阿浅正式开了眼界 见了各界最顶层的人物 并得知想要开银行 就得咨询一个 叫色泽荣一的先生 于是阿浅给对方写了信 迟迟不见来信 而且暂且先开始了 自己的安排 在银行即将开业之时 她收到来信 色泽荣一要来趟大班 两方约见在商会见面 关于开办银行 色泽荣一提了两个重点 一是信誉 二是教育 有信誉 别人才会来存钱 有教育 才能培养更优秀的员工 甚至更优秀的国民 得到这个答复 家爱家的银行 准备开业了 不过此时 燕著提出了辞职 荣三郎最不想她离开 除了商业的考量 更是因为燕著在她接班后 如是如负的角色 但燕著说道 是因为收到前妻来信 女儿生病了 虽然当初 他们是背着自己跑的 但二十年了 能得到女儿的消息 还是想尽父亲的义务 这让荣三郎没理由再劝 门外的阿梅也听到了 再见燕著时 阿梅希望她女儿 能尽快好起来 燕著说道 对不起 阿梅想回忆一段 甜蜜往事般回答 哪有什么对不起 你曾问我要不要 和你一起走 虽然是玩笑 但足够聊为 我接下来的人生 话至此 燕著也希望阿梅 一直陪着阿浅夫人 作为两个成熟的中年人 那份内敛深重的爱 让他们只顾着 去实现对方的渴望 为给彼此留下体面 踮了一脚又一脚的台阶 最后在阿浅的肩上 阿妹哭得像个孩子 新的一天 家业银行挂牌 阿浅一改往日风貌 穿上了洋装 盛大的开业仪式之外 燕著给家业家 给自己的前半身 鞠躬之谢 随后漠然的走了 家业银行 靠着良好的信誉 在三年后 做到大阪前十 新次郎在阿浅的支持下 还办了纺织厂 家业家在大阪 成了数一数二的 实业之家 被所有人佩服的阿浅 却被女儿嫌弃不已 因为女儿只想早早嫁人 当个好媳妇 但阿浅却希望 女儿多读点书 探寻出更多的女性道路 然后再做选择 于是他决定 在千代高校毕业后 让其继续去女校就读 不出所料 千代当即就拒绝了 诺承母亲是把他的上学梦想 强加给了自己 丈夫新次郎 当了何事佬 在妻子和女儿间调停 不过他内心 还是更赞同妻子 毕竟少年的梦 总充斥着基于短浅见识 而形成的自以为是 千代想快快嫁人 就是因为看到了奶奶 以及婶婶的幸福 便认为婚后生活都是如此 殊不知像他家的这些好男人 其实千里难寻 而他母亲这样的女人 更是万里挑一 此时的阿浅又有了新想法 要找女员工 源起因为在他们银行 存了很多钱的工藤老业 工藤认为银行客户层次丰富 便期望阿浅他们 能帮忙前线给女儿找个婆家 因为女儿上了女校 私人学了点东西 最近总想着工作 有了不愿嫁人的倾向 阿浅听到这个事 心里顿时想着千代 即使让千代探寻出 更多的女性道路 但也现在女性 只为当作附庸的社会风气 也能有选择余地 他想改变这种风气 向家里提出招女工的想法 遭到异口同声的拒绝 男人们的理由也很充分 女人的身份都是妻子 佣人 甚至服务员都很少见 银行更是没有先例 如斯大波社会惯例 可能流失客户 阿浅说道 这件事他会认真筹备 选最值得信赖 能力不输男员工的女孩 经理还是觉得不妥 阿浅承诺 在女孩得到大家认可前 工资由他私人发 造成损失由他承担 如此大的决心 新次郎先倒戈了 接着容三郎和经理 也暂且同意 招聘发出去 很快引起轰动 竟用上百人钱来应聘 也包括龚腾小姐 阿浅准备了鄙视 接待练习以及面试 为了改变社会风气 他力求选举最优的 让人看到女性 是不输男性的 最终有四位 被录取成为间隙员工 阿浅严肃地告诉他们 一定要挺住 稍一失败 就会被周围的男性 习惯性认为 女人就是不行 所以绝不能失败 你们不仅仅是自己 更是身后 无数女性的探路者 接着 阿浅亲自给他们 进行了严格的港间培训 连早饭 都顾不得和家人一起吃 千代这是略带嘲讽地说 妈妈就会瞎忙活 新次郎叫了千代 说要让他继续上女校 千代着急地说道 自己不想上学 想去婚前培训班 新次郎回答他 确实做一个好媳妇 不一定需要上学 但你还没有一个好媳妇的 气量和决心 千代不懂 新次郎告诉他 所谓气量 就像你妈 他从不会在背后 说别人坏话 我最佩服的 就是你妈 这话说的 让千代又羞又气 不过他上女校的事 就此定下 女儿的事处理完 又有心麻烦了 新次郎出去玩 半路碰到了 大姨子家的儿子蓝支柱 一上来就求阿浅一件事 没收到姐姐来信 就外甥一个人过来 阿浅半信半疑 但蓝支柱却说 已经和家里人商量好了 还抢了阿浅的人生信条 破成熟地说道 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 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 阿浅愣了一下 蓝支柱站起身 再次请求 阿浅暂且收他做学徒 这么大的事 姐姐肯定会写信来 新次郎说 先让他干着 要是不收 又不知道他会跑到哪去 也只能如此了 阿浅给姐姐写了封信 第二天 蓝支柱上岗了 他工作起来确实认真 还充满活力 本身他就佩服阿浅这个小姨 无反是听其他员工 讲起阿浅的事迹 他更是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想要在商界闯出一片天 于是更加白证自己的学徒身份 踏实地干着 碰见千代 他都不叫表妹 改叫大小姐了 不过这时 原在合格山的阿初 收到阿浅的信了 看着信 阿初又气又难过 他不能原谅蓝支柱 之前对吴宾未说的话 他匆匆忙忙地赶去了大阪 好巧他也碰到了千代 千代最欣赏大爷的温婉了 两人刚聊两句 蓝支柱出现了 该办正事了 谎言败漏 蓝支柱很抱歉 不过他也讲了一个事情 来之前 奶奶可是很支持他的 这时阿初是一点没察觉 顺着此话 蓝支柱求母亲 让自己留下 他想学经商 想待在大阪 阿初强烈拒绝 家里的活都干不完 你跑出来学什么经商 阿初警告蓝支柱 这话绝不能在你父亲面前说 此时阿姐到了开门的时间 要先离开一会儿 因为今天是女员工上岗的日子 经过培训的女员工 显得很专业 顾客认可度也高 阿初这边 老太太赶了过来 说既往事 蓝支柱还是在这儿生的 他也一直把蓝支柱当家人 不过不告诉家人 就偷偷跑出来 你阿前小姨是不会允许的 所以还是先回去 商量好了再来 这时蓝支柱才点头 跟着母亲回去了 再看一眼家业银行 他真是无限不舍 等到阿前回来 等着姐姐已经走了 难得见一面 真是可惜啊 行刺狼看出阿前的心思 夜里说道 要不去一趟合格山 当做旅行 之后的日子 阿前看到女员工越来越熟练 因为他们的存在 店里的氛围也活泼不少 这边他算放心了 另一边的千代 也在不久后去了女校 又一件事落地 两人的旅行计划 终于要开启了 阿前还特地穿了一身洋装 到了合格山的乡下 他简直成了一道风景 从近村就被小孩嘲笑 像个虫 其中带头的 还是他从未见过的外甥 这时姐夫来了 教训完儿子 才发现是阿前夫妇 热情地打完招呼 也不得不评价 小意思这衣服确实像虫 到家后 姐姐阿猪刚欢迎完 他婆婆也要对这衣服说两句 虽然阿前不是很在乎 但还是换了衣服 入乡随俗嘛 这是姐姐说起 上次不告而别的事 实在是觉得丢人 才匆匆带着兰芝柱走了 阿前安慰姐姐 要说丢人 我可从小丢到大 阿猪微微一笑 带两人出来吃饭时 村长不知什么时候来了 还拿出简报 上面是关于阿前的报道 著名女性实业家 村长感叹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亲戚 接下来就是村长的专场 挨个夸着阿猪一家 搞得婆婆都不好意思了 等夸到兰芝柱聪明 是村里的希望时 兰芝柱有点口不对心地 嗡了一声 他并不想当村里的希望 他想去大城市 一家人都知道他的心思 柯满山的橘子不等人 第二天看着兰芝柱 帮家里收橘子 阿倩内心复杂 回去后 阿猪婆婆把这事挑明了 求阿倩雇佣兰芝柱 在他们银行工作 老太太认为兰芝柱不属于这里 它属于大阪 是他们山王寺家的未来 这时兰芝柱也回来了 阿倩知道姐姐要强的性格 姐姐没发话 阿倩只能婉转地表示 需要公司研究一下 既然这样 老太太带着孙子走了 阿猪对阿倩说道 兰芝柱从小就被婆婆灌输 山王寺曾是大阪首富 你是继承人 渐渐的兰芝柱也想着要重振山王寺 甚至上次离家出走前 还埋怨他爸 为啥要离开大阪 为啥不努力一下 而跑来当农民 阿猪听到这话是很生气 兰芝柱就像当年婆婆的翻版 把无法重振家业 说成是务兵位的错 阿猪认为现在的生活 没什么不好 能成为实业家 当然很厉害 一家劳作重重满山的橘子 我并不觉得比你差 说着这话的阿猪 不停地搓着手 她还是胆怯的 在成功失败 心浮痛苦 已经被世俗社会 做了明确定义的当相 这样的观点 会迎来嘲笑讥讽 即使面前是最亲的妹妹 阿猪也切语表达 但又只能和她说 她享受一下 在筋疲力竭的劳作后 坐在橘子树下 期盼丰收的场景 她希望兰芝柱 能理解她的这份心情 至少不该否定 吴宾渐选择的这条路 吴宾渐此刻在菊林 和新次郎说起自己的选择 她当了农民 种橘子是辛苦 但她喜欢这种感觉 同时她也不会 干涉儿子们的选择 说完这话 回到家的吴宾渐 要找阿浅聊一聊 她想知道兰芝柱 在银行干的咋样 阿浅回答 很用心 很有活力 得到这个答复 吴宾渐心里 有了对兰芝柱的安排 她叫来全家说道 先于成长环境 一开始总以为 我们只有一条路 是家长选的路 是周围人走的路 唯独不是我们自己找的 等到了一定年纪 可以宁神观察时 会发现世界如此之大 但到底哪条适合自己 要探索 要尝试 才能发现 现在这条路 是我和你妈选的 我很喜欢 至于你们的路 你们自己去找吧 兰芝柱抓了机会 让母亲允许自己去大阪 她想尝试一下 一番眼看热烈的祈求 外加弟弟的助攻 阿渍终于同意了 约定三年 就像当年种橘子一样 三年要开花结果 否则就回来 兰芝柱总算得到允许 另一边的阿浅和新子郎 也到了回家的时候 因为初次住校 独立生活的女儿 今天也回家 在姐姐家学了 和儿女的相处知道 阿浅对千代 一下温柔起来 报社请她写自传连载 阿浅问千代借本书 千代拿给她时 提醒母亲 一定要照实写 阿浅一脸懵 千代有此一话 是因为学校和她同情的 女生小宁 正在追报社的报道 对阿浅佩服的五体投地 还热情的向千代推荐 不过小妮说的 关于阿浅的事 让千代感觉是另一个人 什么赶走不中用的男人 自己管理店铺 以一人之力 就家野家于水火 什么上矿山枪不离手 大喊一声 谁不干活 就试试这个 然后当的一声 全都听话了 甚至现在 都是家野银行 说一不二的行长 听着小妮对母亲的吹嘘 逼得千代现了真声 说那些都是胡编乱造 首先母亲根本不是行长 妻子家里父亲 叔叔都很努力 他们才是家野家的核心 最后端的一声 是因为走火 他根本不会开枪 听到这些 小妮对阿浅依然崇拜不见 这或多或少 也改变了千代对阿浅的看法 但总体来说 他对母亲还是隔着距离 和千代聊完 阿浅就去了银行 刚好碰到一个无赖 仗着几十年前 和家野家有点生意往来 非要在这借点钱 阿浅一看 这就是个酒鬼 讲明借钱要有担保 这个叫万古的男人 耍起无赖 不借钱就不走 阿浅当机叫人 将其嫁了出去 万古也上了银行的 不受欢迎名单 阿浅刚研究完这份名单 第二天 名单上的一个人 就找他来了 本以为是个 好吃懒做的流浪汉 没想到 却改变了阿浅的命运 随即掏出一大 皱巴巴的稿纸 阿浅为了摆脱男人 暂且收下 当然却看得泪流满面 这是关于女性教育的构想 在这个构想中 描述了女性 作为一个个体 一个国民 平等接受教育 自助选择就业 努力实现自我的必要性 在当时女性 被当作男性附属的 社会风气下 这个构想 堪称划时代 阿浅急迫地 想和男人再见一面 他要推动这个构想的落实 但男人好像凭空消失了 阿浅怎么都找不到 正所谓踏破铁线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他没找到的 却被丈夫新次郎 在咖啡馆偶遇了 阿浅回家后激动不已 迅速进入正题 讨论实现构想的细节 实现 何时实现 以何种方式实现 他似乎都没有具体想过 既然这样 阿浅就主导起来 以构想中提出的建设女子大学 为实现方式 用筹款来达到实现目的 至于时间 以筹款进度来定 阿浅算出需要30万日元 这是个天文数字 不过阿浅还是决定开干 先给陈泽置办一程行头 另外捐了一笔钱 作为前期活动经费 接下来的分工 陈泽负责宣传女性教育的必要性 阿浅负责募捐 不出所料的 连续拜访多个企业家 阿浅都被拒绝 作为件打破传统 还不挣钱的事 不管阿浅如何信誓旦旦的解释 这对社会 对国家未来有多大好处 企业家都是拒绝 这件事也影响到了 他们家业银行的生意 容三郎严厉斥责阿浅 从客户中寻找捐款人的行为 出事不利 阿浅有些难过 这只新子郎给了他精神支持 陪着他和陈泽老师见了一面 聊了聊细节 陈泽对教育是很了解的 不过发起者也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这启发了阿浅 他给东京的一名政府要员写信 久未收到魂信 他决定上门拜访 看见门口凌乱的鞋 这是来了多少客人呀 阿浅正收拾间 这家的林子夫人出来 作为第一女商人 阿浅的名气还是有的 顺利的被淫进去 在一众男人中 阿浅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猴 不过过不了那么多了 他一身猴 开始了自己的观点陈述 首先近些年的社会进步 有目共睹 女性获得了从小学到女校的受教育资格 其次不该止步于此 男女间的教育不平的问题严重 从主学比例 教材设置 学识安排上都有巨大差距 最后 作为政府要员 应该以长远眼光来制定方针 应该看到几时上半年后 男女都将是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所以请从此刻开始着手吧 阿浅几乎一口气说完 定上陈泽的女性教育构想 赶紧喝了一口水 这番陈述打动了要员 更关键的也打动了林子夫人 获得要员的支持后 阿浅首先在东京开始了募捐工作 进行得很顺利 林子夫人也参与进来 可等回到大阪 家里人却一脸严肃 因为他募捐办大学的事 在大阪被人恶意造谣 说是用银行的钱办大学 导致很多客户都来取款亲户 这条路果真荆棘变步 经理以及荣三郎都建议阿浅停止办学 甚至连他去银行都拒绝了 怕带来不好影响 阿浅陷入两难 女儿这是刚好休息 想和他聊聊 因为就在前几天 千代的同学小妮 在阿浅的自传连载中 读到一个故事 讲的是当年家业家的煤矿危机 里面阿浅谈及原因 是因为当时刚生产完 为了在家多陪为刚出生的女儿 连着一年多位上矿 导致管理松散 造成事故 而这个女儿就是千代 千代从别人口中 听到这个自己不知道的故事 内心还有一点感动 这次想和母亲聊 是想娇娇心缓解关系 可阿浅刚好没一点心情 千代有些生气 指责母亲活得自私 从没想过倾听别人的生意 既然如此 何必要生下我呢 阿浅不接受这样的指责 千代新子郎是家人 最爱的生意是自我追求 为什么总要要求女人为了家人 放弃自我呢 为此他和千代争吵起来 稍好的母女关系 变得一团糟 就在这时 之前的那个无来万故 又来银行借钱 不给借 他在银行嚷嚷起来 说阿浅把钱 却拿去办大学了 家也家快倒闭了 如此造谣 新子郎将其制住 说道 其他事可以忍 但造谣我妻子 还有家也家不能忍 他将万故轰了出去 千代要去上学了 阿浅追着道歉 万故逃走了 千代慌乱不及 送去医院 医生告知失血过多 情况危急 还是尽量通知亲门好友 来见见吧 这个消息影响巨大 很多商人跑到银行听消息 陈泽也去了 被经理痛骂 都是因为他要办学校 这样陈泽内疚不已 另一边的千代 给母亲搓着手 他以为像母亲这样的人 不会死 可这一刻真要死了 突然不知所措起来 以前的讨厌烟消云散 只希望母亲活过来 新子郎安慰完女儿 自己又在无人时 抱着阿浅的手痛哭 阿浅竟然活过来了 又迎来新的阳光 千代喜借而起 没过多久 阿浅一家匆匆赶来 姐妹亲生聊了很久很久 唯一的主题就是 照顾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之后阿浅和吴宾卫 还看望了儿子兰芝柱 三年职约快到了 他们并没有催促 只希望兰芝柱过得开心 回到家 吴宾卫对母亲说 希望她放弃 重振山王寺的梦想 兰芝柱会好好工作 但她又说了 很抱歉 这个任务她很难完成 老太太的心凉了大半截 另一边的大半 千代认真地照顾着母亲 在打水时 一个男生用刀切苹果 千代想到母亲被刺的刀 惊得花瓶掉落 奶奶过来 赶紧将刀遮住 男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久后 两人再碰面 男生主动收起刀 千代也不再惧怕 帮她削起苹果 孤男寡女 青春懵动的年纪 没几句话 内心突然悸动起来 再次碰面时 千代要去学校了 男生是东京人 也要走了 韩雪儿内敛的年代 两个人连姓名都忘了交换 只说了句 期待下次见 就各自上路了 阿浅也快到出院时刻了 林子夫人来看忙 这段时间 她在跑募捐 已经收到很多人的支持 林子说道 男人会因为立场而改变态度 但她会支持阿浅完成目标 在林子夫人之后 千代的同学小宁也来了 见到偶像 小宁真是激动不已 虽然是个女生 但她总是自称小弟 因为她想像眼前的女人一样 做和男人一样的事 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地位 在和阿浅聊了之后 小宁更坚定了这样的想法 但仅仅半年后 小宁的梦想破碎了 林子毕业 母亲为她安排了相亲 不允许她再上学 看着小宁哭泣 千代也很同情 在周末回到家 她让母亲帮帮小宁 阿浅很为难 虽然很欣赏小宁 但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怎么好说三道四 千代这会儿变得一阵言辞了 说像小宁这样的女孩 继续学习才是正路 没想到女儿会替别人着想了 阿浅答应她 会想想办法 千代兴奋不已 母女关系似有缓和 可接着阿浅就犯了计 替千代安排起未来 毕业后又让她去店里锻炼 为此两人又斗了起来 这让阿浅多少有点伤心 幸好又心慈了安慰到 女孩有他们的成长 这是他们的经历 也是父母的经历 所以一切都别放心上 这番话阿浅听进去了 不久之后 她去学校看望千代 刚好碰到小宁母亲 两个母亲坐到一起 都是抱怨自家孩子 夸对方 可说着说着又都意识到 或许不知孩子有什么错 只是我们把矿献得太死了 总想着他们按我们指的路走 但我们指的路 又不是放置四海接准的路 她只是我们走过的路 凭什么又非让孩子再走一遍 有了这个认识 两个母亲相识一笑 门外的小妮还有千代突然觉得 母亲永远是母亲 比自己更能让步 比自己更能为对方改变 在阿浅要走时 千代叫住她 久违的说了一声谢谢 在这一天深夜 外申蓝蜘蛛收到家里来信 说奶奶摔倒卧床了 阿浅让蓝蜘蛛快回去 蓝蜘蛛摇头 心上说了 奶奶不让我回去 估计是因为我无法完成她的梦想 阿浅和新次郎劝她一定回去 奶奶不会和你计较这些事 另一边的合格山 奶奶在第二天清晨起来 让家里人将她抱出去 与每年丰收的橘子相比 她更喜欢这个世界的菊花香 略过围扎上缘 奶奶望着他们的菊山说道 这里就是山王寺家 这一刻 她放弃了坚守一生的 重整山王寺的执念 那是她想走 却没走通的路 两天后 拦住回来 就在早晨奶奶停止了呼吸 她没见到最后一面 痛哭掩饰不住后悔和遗憾 三年前带着奶奶和自己的梦想出门 出了门才知道人生路难走 回了家又发现亲情不等人 都说长大是一瞬间的 蓝蜘蛛的那一瞬就在此刻吧 在葬礼的第二天 阿浅才赶到 上了乡后还有一件事 前段时间去东京 发现母亲身体不好了 说想再见见咱们姐妹 在吴宾卫的支持下 阿浅和阿浅去了趟东京娘家 刚见完两个女儿 母亲立江仿若放心了一般去世了 这一年 不知不觉中 阿浅已经50岁 没有了苦天抢地 葬礼就仿若一个流程 那些感情 不会再在众人面前流露 葬礼结束后 父亲不要交代交代两个女儿 阿浅忙着筹款 只有阿浅几人在 父亲自责这一生做了两件措施 一日错判了山王四驾 让阿浅受了这么多苦 二十没能让阿浅上学 阿浅摇着头 说能嫁到山王四 他觉得很好 还生了蓝之助养之助 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他让父亲不要再自责 截止年如一日 阿浅一点没变 温柔依旧坚韧依旧 无论平坦的路 坎坷的路 上坡下坡 腻筋顺紧 他都平常以待 步履不停 他的幸福 就是在这些路上 一点点散的 之后 阿浅单独见了父亲 父亲很抱歉 小时候没让他上学 作为补偿 他将金锦家在东京的一片地 捐给阿浅 希望他一定把大学办出来 让与阿浅一样好学的女孩 在里面好好学习 阿浅感激不已 重回大阪后 阿浅继续全身心的投入办学 千代和小妮已经从女校毕业 小妮成了阿浅的秘书 而千代开始婚前培训 插花带孩子 他历日成为一个好媳妇 并且内心也有了期望的丈夫 这个事情 他只告诉了小妮 结果第二天 小妮就说漏了嘴 新次郎吓了一跳 舍不得女儿嫁人呀 阿浅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的内心现在只有半学 他把陈泽的女性教育 构想硬成书 又开着一家一家的跑出筹款 不管对方什么态度 他都要放一本 甚至还做出保证 如果最终办不成大学 企业家的捐款如数退还 一用资金由他承担 这一点让经理不满 等于风险全家的家野银行了 阿浅解释 一定要办成 绝不会出现办不成的情况 话放出去了 经理这是拿出银行 最近的经营数据 存款增长放缓 这是不好的兆头 龙三郎为了着补银行 减少的利润 提议开展新的经营项目 保险 当时的保险以授贤为主 而且属于比较新兴的产业 整个行业正在经历 初级繁荣后的倒闭潮 正是收购的好时机 这个想法得到了阿浅的支持 很快收购就完成 加一加进入保险业 这时千代的爱情竟然来了 医院遇到的那个男生 来大阪旅游 巧合的和千代见面了 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相互介绍一下 男生叫东柳起介 千代正要自我介绍 外面嚷嚷起来 原来是陈泽老师觉得钱筹不够 不如退而求其次 办个女校 阿浅正偷骂她的这个想法 这一幕刚好被东柳看见 虽然早有耳闻 但还是震惊不已 临出门时 千代奶奶急迫的想看到孙女结婚 对东柳热情不已 到了夜里 阿浅才反应过来一般 问起这事 新子郎故意不告诉她 哪一学 阿浅也顾不得追问了 半学才的头等大事 一段时间后 父亲去世 作为遗嘱的一部分 之前许诺的那块地交给了阿浅 另一边的陈泽为骂一顿后 斗志上来 拉到了一大波赞助 他们离称宫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 蓝支柱的爷爷突然来访 养蜘蛛被争了兵 自己年纪又大 家里的橘子收不过来 他来求蓝支柱 也求阿浅 最终蓝支柱和爷爷回乡了 再入这个家门 他已经会宽慰 替他伤心的母亲了 这对阿浅来说 仿若咽下苦难的灰甘 那在父亲面前 满脸笑意说出的幸福 真是如简直骂般 攒了好久 相较来说 另一边的阿浅一家 算是活在密中 在婆婆的催促下 阿浅下了决心 先把千代的婚事搞定 于是派小妮 将东柳的家事背景调查了一番 经调查 千代喜欢的男生东柳 出身贵族 现在是东大高材生 并且非长子 这简直就是为入赘而生涯 阿浅立马行动起来 找了有交情的高官夫人林子 来做媒人 林子夫人印象此事 没过多久 阿浅就收到林子夫人来信 东柳家同意这门亲事 并且希望在寒假 双方家长见个面 商量结婚事宜 千代高兴不已 奶奶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算放下 女儿的事尘埃落定 阿浅又忙起了办学校的事 她决定举办第一次发起人大会 在最好的饭店 订最大的房间 把绅士造出去 由陈泽老师负责介绍大学筹备情况 陈泽在现场慷慨陈词 从过去讲到未来 从时代发展 讲到个人成长 女子大学将是女性平权的开始 在场的人热烈鼓掌 这场大会 如阿浅预想的那样 登上各大报纸 极大的反响背后 是他们筹款额的增长 但与这而来的 也有一些男权主义者 诋毁攻击办学事业 让陈泽备受困扰 阿浅倒是习以为常 作为女性 开煤矿 办银行 这一路走来 被男人看不起的事 他经历多了 他告诉陈泽 我们做这件事 就是为了改变社会 对女人的定义 被诋毁攻击 才说明我们工作的必要 看着阿浅的乐观 陈泽充实自信 不为他人眼光 大阪东京两地跑着筹款 终于要筹到十万的目标了 陈泽和阿浅商量 将大学秘密日出女子大学 意味在漫长的黑夜 也能迎来新的日出 阿浅表示同意 就在这时 他没有收到林子夫人的来信 说东柳家又取消了情事 原因是南方不想入追做生意 东大毕业后 人家想走仕途 并且已经通过老师的介绍 得到了相应职位 这件事除了千代伤心不已 奶奶也是无比遗憾 她是看着千代长大 无比希望能在有生之年 看着千代结婚 几天后 老太太嚷着要去东京 求也把对方求过来 新子郎拦住了她 因为对方已经来了 原来新子郎写了信 希望当面谈谈 还没等新子郎说什么 旁听的老太太忍不住 夸起了私家孙女 东柳表示 她也很喜欢千代 最初给林子夫人答复的是家父 当得知要入赘时 自己还是无法想象 一辈子做个生意人 因为一直是把从政 改变日本当做目标的 听到这番话 新子郎表示理解 老太太说道 要不千代嫁过去 这样你就不用入赘了 新子郎拦住她 老太太太心急了 这不合规矩啊 尤其是家主荣三郎 肯定不会同意 直走老太太 阿浅来了 两边终于能正式的交换下想法了 新子郎给东柳 就讲了五代财助的故事 并不是一定要当官才能改变日本 五代辞官经商 矿山 银行 运输 交易所 他做的每一个产业 都具有开创性 影响着日本的发展 东柳当然知道五代的故事 但梦想不是说变就变的 他还是想试试原定的路 不过这番话 已经让他有了更多的选择 东柳这边看来成不了了 一段时间后 家里给千代筹划起相亲 照片摆了一桌子 都是本地大户 龙三郎介绍 这些都是同意入坠的 千代心里乱糟糟 一时无法决断 但他能选择的时间并不多了 奶奶身体每况愈下 他还希望能让奶奶 看到自己结婚 奶奶却又劝他别着急 好好选 日子经不起过 就这一来一回间 一年过去了 奶奶饭量越来越小 千代外出买苹果 准备给奶奶榨汁 一个转身 苹果掉了 帮他拾起的竟然是东柳 真挚的人总是显得笨拙 连问话都这么耿直 千代笑着给了肯定回答 身后的阿谦语无伦次 仿佛见证童话故事般 两个人去见了奶奶 他高兴的落泪 像是任务结束 两周后奶奶去世 一家人挨个哭着告别 之后阿谦又忙起了生意 他做了个重大决定 要把煤矿产业卖掉 这个提议让所有人惊掉下巴 煤矿产量稳步上升 需求旺盛 价格也不错 是加矮家优质资产 为啥卖呢 阿谦说道 正因为如此 现在才能卖个好价钱 上次发现的存款增长放缓 已经预示要有新的危机到来 在阿谦的坚持下 煤矿全被卖出 加矮家只剩银行和保险产业 在危机到来前的这段时间 阿谦筹办的学校终于正式运作了 陈则是首人校长 小妮则是首批学生中的一员 在初春时节 女子大学举办了开学仪式 原地只招一百人 没想到有两百人报名 除了陈则 阿谦作为发起人代表 给学生们讲话 希望他们以女人特有的柔韧 学到知识 创造出更好的时代 另一边的何戈山 两年一晃而过 养蜘蛛退伍回来 蓝蜘蛛又一次 踏上去往大阪的追梦之路 就在这时危机到来 大阪有银行倒闭 出现几对潮 一些银行以休业应对 家业银行门外也围满人 和几十年前如出一辙 阿谦从东京赶回 要求开门营业 卖煤矿的钱 可以撑一段时间 另外他断定这种危机 肯定会获得政府出手 只要熬到那个时候 家业银行不但起死回生 还能赢得更多客户 阿谦想法很好 但连着熬到几家银行 也不见政府出手 在荣三郎焦急之时 阿谦却又有了新想法 趁势扩大受险规模 这遭到管理层的反对 现在自家还没引力 怎么还扩大 但阿谦力排众议 大公司更容易获得信任 危机是扩大 更彰显实力 不然总是守城 必然会被吞并 最重要的 他相信受险前景 管理层被说服 就在这个档口 有好消息来 政府已经决定出手相助了 第二天的报纸 大版面报道了此事 家业银行打了一个 漂亮的翻身仗 接着他们选了 两家实力不错的受险 进行合并 成立了新的股份公司 这也是在阿谦去世后 家爱银行破产后 唯一一致存续的产业 他在生意上和女性事业上 所付出的努力 和得到的回报 都在此刻达到顶点 接下来的人生 便是不得不面对的减法了 女儿婚礼上 他突然发现 一辈子吃喝完了的丈夫 突然不喝酒了 这点小细节 让他担心不已 晚上商量着让丈夫去趟医院 或许是年纪大了 汇集机 秦次郎岔开话题 让阿谦考虑考虑退休的事 生意和女儿都操心完了 接下来给我们安度晚年了 退休 阿谦也想要 但就是放不下生意 还有新进门的女婿 他决定再等等 没过多久 他迎来喜讯 女儿怀孕了 他快当外婆了 就在这时 又迎来噩耗 在乡下的姐夫不行了 此时的和歌山 务病被躺在踏踏米上 他让阿初别伤心 笑一下 阿初却哭了出来 结婚快四十年 健身的阿初 也有柔弱的一面 务病被称至其身 叫来两个儿子说道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 不用给人点头哈腰 扎根土地 自己自足 盖了房子 养了你俩 没有比这更骄傲的了 今天还能见到孙子 我赚到了 吴宾卫再一次 让阿初笑一下 阿初哭着笑了 当晚吴宾卫 在阿初的情深中去世了 人之长情是久半 丈夫的离去 阿初痛心不已 阿谦来看望 真是人生一瞬 初次拜访婆家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那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会对吴宾卫 有这样的感情 阿谦说道 但姐夫对你 可是一见钟情 之前姐夫和新子郎聊天 说第一次见你弹琴 就喜欢上了 他还说 只要你笑着在他身边 他就别无所求了 阿初气不成声 丧事半弯 作为长子的兰支柱 要对父亲 扛下家里的农活 阿初拒绝了 让他回大阪去 每个人 都要过适合自己的生活 而你的生活就是当一个商人 就这样 拦制住重回大阪 吴宾卫的突然去世 让阿谦更关注新子郎的异常 但新子郎却总是敷衍过去 日子匆匆而过 千代生了一个女孩 阿谦和新子郎当了外公外婆 女婿东流在公司也干得不错 最近保险卖得火热 公司请医生做了个 需要注意的重机征兆 阿谦看到上面的症状 一下想起了新子郎 他匆匆回到后院 严肃地请求新子郎去趟医院 终于新子郎答应了 这趟医院之心 新子郎嘻嘻哈哈 或许他想让离别更显轻松 检查结果没有当天出来 几天后 医生亲自登门 结束时 阿谦追着出去 无论用什么药 都请治好新子郎 但医生却告诉他 已经没有办法了 阿谦这是想起退休的事 要找块地建一栋房子 抬头建雪山 出门都是花 新子郎让他冷静 他想待在这儿 和家人在一起 他反过来安慰阿谦 人都有意思 有些人意外而亡 有些人孤独终老 有些人抱憾终身 但我能和你在一起 还能相互依偎 没什么好难过 好哭泣的 阿谦挺起精神 在新那一周 拍了一张又一张全家福 那些终究逝去的人和事 让伯伯的相职 有了温度 接着 他们在院里种了一棵梅树 随着冬天的临近 新子郎不再出门 阿谦也辞掉公司的一切职位 彻底退休 那棵新栽的树 长出了一个花骨朵 两人像服役孩子一样 静静地看着这朵花长大 一日新子郎来了兴致 要给阿谦谈三味弦 气吊和缓 弦身渐进 温中有机 急待于暇 三根弦的跳动 道进新子郎的一声 阿谦静静地听着 一段时间后 梅花开了 又一个微小的期盼实现 新子郎和阿谦都很开心 之后天气越来越冷 阿谦没日给新子郎 讲些新鲜事 今天说的是 火车站已经开始 雇佣女售票员了 新子郎恭喜阿谦 她的女性事业 已经四处开花 这一刀 新子郎再也没有起来 她给容三郎道歉 自己不是个靠谱的好哥哥 告诉千代当个好妈妈 拜托女婿担起责任 最后只剩阿谦 新子郎用最细微的声音说道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随后在阿谦的怀中去世 葬礼上 阿谦强身坚强 可在没人时 她实在忍不住 在要大哭时 下起大雨 旁边的梅花 已经开了好几朵 万事万物 没有一刻停歇 两个月后 阿谦又来看阿谦 阿谦拿出出架时 母亲给的护身符问道 当初父母让咱们过好日子 守好家庭 咱们做到了吗 阿谦也拿出护身符 自信的说 做到了 虽然辛苦 但做到了 两姐妹将手握在一起 还是那句话 人生一瞬 这一瞬或长或短 有贫有负 像阿谦一样为理想前进 像阿初一样为生活努力 轻于时便不毁于中 轻于日日便敢豪言 这一生干得不错 活着不是为了这一生的长短 而是为了这一生的圆满 距林中静待花开 期盼秋季果凤礼貌 心无旁无专注生活 这是圆满 阳光下青年环绕 大约女性独立之路 身先士族引领时代 这也是圆满 世间的路 有千千万万条 但要想走得圆满 又必然是万千法门 归于方寸 方寸不乱 脚步不错 以一身之力 尽一世之功 无愧于己 自得圆满 在新次郎去世七年后 阿谦又看到了他 从蹒跚而来 到大步向前 最后无谓地奔跑 他仿佛重新走了一遍人生路 这一生 有爱人 有事业 无限圆满 阿谦